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971集 那又如何? 秦晨笑眯眯地道 等他杀了你们之后 他若是再杀我 本少再教训他也不是 你 摩丽气得都快吐血了 自己和秦晨好歹都是来自天舞大陆的 这家伙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 简直气死他了 而且秦晨身上的气息也已经到达了尊者境界 让他暗暗的心惊 这小子境界突破的怎么这么快 明明不朽现在黑市才是半步尊者的 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要追杀我们吗 摩丽目光一闪 突然冷笑道 身于帝尊灭死一遍 立刻出手 朝着摩丽镇压而来 显然是不想让摩丽把话说完 轰的一声 虚空之中 一头巨鲲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那巨大的鲲鱼涌动 对准摩丽狠狠地撞击而来 酒瓶你也想杀我 痴心妄想 摩丽大笑一声 整个人的身体中一道道漆黑的丝线散溢了出来 这些丝线不断地萦绕着 竟然是如同生母一般 扑扑扑地生猪 就刺入到了那鲲的身体中 这一头庞大的帝尊之力凝聚而成的鲲 瞬间发出了凄厉的嘶吼 居然在这无数的黑色丝线之下 缓缓地被腐蚀和吞噬 这类魔骨 神鱼帝尊震惊地说道 魔骨是魔族中极其邪恶的一种东西 能够推噬天地间的一切 专门以魔族之人当成是资助 疯狂地吸收外界的力量和魔器 这种东西 哪怕是魔族之人 轻易地也不敢炼化 因为一旦被魔骨寄生 虽然修为能够迅速提升 吸收外界的力量 可以数以百倍千倍的提升 可同时后果也将极其地恐怖 一旦魔骨成长起来 就会反噬宿主 越强大的魔骨就越是如此 而眼前这家伙的魔骨 竟然连自己的一名帝尊力量都能吸收 眼前这人尊居然炼化了在身体中 而且看魔骨成长的程度和熟练度 极有可能是此人在尊者之前 圣主境界就已经主动炼化了魔骨 不对 甚至圣主之前都有可能 这家伙是个疯子嘛 就算是他能凭借着魔骨迅速地提升实力 可是魔骨也会渐渐地和他的身体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到了最后会彻底地成为一具傀儡 任由魔骨操作 直到魔骨就好 就凭你根本杀不了我 魔骨嘶吼了 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 身于地尊寒神说道 说了一下 他手中出现了一个海螺一样的宝物 呜的一声 这海螺宝物被他一催动 瞬间发出了直击灵魂的可怕音波 在这可怕的音波之下 魔力身体内魔骨所释放出来的黑色丝线 竟然是受到了强烈的压制 并且 这身于地尊催动他深海领域 滚滚地碾压向了魔力 顿时 这方天地完全成了他的灵地 为他掌控 嗯 魔力皱眉 这家伙还真是麻烦 地尊果然难缠 光是领域这一方面 他就被压制了许多了 当然 这深海地尊想要斩杀他 也未必是那么容易的 魔力瞬间看向了秦晨 黑黑笑道 嘿嘿 这家伙疯狂地想杀死我们 是因为我们见到了混沌之术 混沌之术 秦晨一开始还悠闲地看着 身于地尊和魔力之间的交锋 对魔力的实力 也是破为惊叹 可当他听到这混沌之术的时候 秦晨的眼瞳中顿时爆射出来神火 那魔力在说什么 混沌之术 你是说能生长出混沌果实的混沌之术吗 秦晨沉声道 秦晨的身上已经拥有了天道神术和万剑魔术 自然知道混沌之术这玩意儿有多强 首先 混沌果实就极其的可怕 一颗混沌果实就能诞生出来一名尊者 当初的混沌独尊之所以能够突破尊者 便是因为吞噬了一枚混沌果实 除此之外 混沌果实蕴含混沌气息 这是宇宙开辟时的蛮荒气息 其中的力量蕴含宇宙至高的规则 因为混沌果实对尊者的提升极其强大 哪怕是天尊也有一定的效果 因此 一颗混沌之术 别说是人尊和地尊了 即便是天尊见到 也要疯狂大打出手 当然是能结出混沌果实的混沌之术 而且那混沌之术上 已经结满了混沌果实 起码有数十克 而且已经快要成熟了 这身余地尊一群人 就是想要独得那混沌果实 才要将所有看到混沌之术的尊者 都给斩杀掉 怎么样 不知道你对这混沌之术 感不感兴趣啊 魔力猙獰的 目光盯着金针 有点意思 秦辰冷冷地看着魔力一眼 如果这魔力说的是真的 一颗混沌之术 还真的是惊人的宝 哼 凭你们 也想得到混沌果实 找死 身余地尊冷哼了一声 见秦辰也知道了混沌之术 眼瞳之中 杀意瞬间溢了出来 你不该知道混沌之术的消息 花音落下 这身余地尊 瞬间就催动了自己的五色神转 朝着秦辰狠狠地抓射而来 这么说来 混沌之术的消息是真的了 秦辰瞬间激动起来 他的身体中 一股无形的空心之力 瞬间施展了出来 正是秦辰的空间领域 秦辰的空间领域一释放出来 身余地尊便觉察到自己的深海领域 发出了剧烈的破裂之声 澎湃的空间领域撕裂 身余地尊的深海领域 让他感受到了浓烈的压力 身余地尊脸色顿时一变 他已经明白了秦辰的厉害 绝对不是他表现出来的修为那么简单 一名人尊居然能够释放出来领域 这怎么可能 魔力和赤岩魔君也震惊地看着秦辰 脑海有些发蒙 他们虽然也知道 秦辰的实力绝对极其地可怕 毕竟从天武大陆一路走来 他们都深知秦辰的可怕 但是怎么也没料到 秦辰竟然是连领域都掌握了 不可能 我魔力乃是天之骄子 连我都没掌握领域 你小子竟然先掌握了 不行 我也得掌握领域 魔力心中愤怒 目光争鸣 迅速地感知秦辰所释放出来的领域气息 空间领域弥漫 瞬间将这身余地尊的深海领域给撑开了一些 身余地尊立刻催动力量 五色神爪的气息愈发地爆炸 激发出无穷无尽的沙解光芒 将秦辰完全笼罩了起来 秦辰也太胆大了 明明已经撑开了对方的领域 居然不知道先发制人 誓言魔君和魔力看到秦辰居然任由对方神爪盖落下来 不由得又惊又急 眼看着五色神爪即将抓住秦辰的时候 此时秦辰右手斥杀剑剑浮现而出 同时瞬间一拳轰了出去 轰隆一声 无尽的煞气剑意和权意轰然冲天而起 瞬间轰在了那五色神爪之上 如果不是秦辰想看对方神通到底如何 那五色神爪光芒能不能完全激发出来 还是另外一回事呢 轰隆一声 就听了一道刺耳的轰鸣声响着 无尽的剑光和权意瞬间就划破了这片虚空 空间中被剑气和权意划过的地方顿时塌陷下来 好像无尽的剑气和权意带走了空间之中的一切 磅礴暴力的极致剑气和权意融合到了一起 直接从对方的五色沙芒之中避过 那刚刚形成的五色沙芒就好像是一层财落下来的宝雪 遇见了炎炎烈日 瞬间就融化了看来 眨眼间消失不见了 再也没有了那种五彩缤纷的杀技 魔力在边上看得目瞪口大 他完全想不到秦辰的实力竟然是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不但形成了自己的领域 而且一拳就粉碎了一名帝尊强者的一击 虽然身于帝尊这一击也未必能杀得了他 但是魔力绝对不会像秦晨那么轻松的就撕裂了对方的攻击 这家伙究竟是怎么修炼的呀 在天舞大陆的时候就一直那么变态了 到了天界怎么同样这么变态呀 魔力也不知道秦晨这已经是在收敛自己的实力了 如果秦晨催动虚肾护腕激发自身的特殊之力 他轰出来的剑气权益的威力可以瞬间爆炸 此时这尸禅五色神爪的身余帝尊心中顿时惊恐起来 秦晨一拳轰碎头的五色神爪的沙芒就同时将空间领域瞬间弥漫出来 轰隆的一声直接笼罩住了这方天地将它给包裹住 同时秦晨手中也出现了一根黑色的长矛 正是那巨峰帝尊的兵器 嘘的一声 秦晨催动着黑色长矛强势震杀出去 顿时一道通天的黑色长矛遮天蔽日朝着身余帝尊抱拥而来 身余帝尊的眼神中涌动出了绝望和愤怒 五色神爪的五色光芒已经被秦晨的剑气权益完全消融掉 甚至四周的虚空已经被封锁了起来 身余帝尊再也不敢想其余的 五色神爪再次地被它强行击发而起 挡在了身前 同一时间一道巨大无比的圆顶也出现在了它的面前 就算是拼死 它也要挡住秦晨这一招神通再说 与此同时 身余帝尊将自己的深海领域释放到极致 四周顿时激起了漫天的水浪 这些水浪毫无气息可言 只要是被水浪裹住或者是压制住 就连呼吸都难以激起 更不要说是元气运转 只是它的水浪刚刚激发出第一道水浪 水浪之前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毛影 轰隆的一声 原本扑向秦晨的水浪就犹如是被戳了一个洞的气泡一般 滑的一下完全倾泻了下来 几人大战的周围形成了一道铺天盖地的奔流 将周围的虚空气息全部冲藏 砰的一声 紧接着黑色长矛激发神红 劈中了五色神爪 劈在了身余帝尊后来祭出的圆顶之上 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身余帝尊发出了一声闷哼 只觉得这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轰重了它的身体 将它重重地轰飞了出去 在虚空之中喷出了数口鲜血 神色瞬间萎靡了下来 秦晨摇了摇头 一番交手之后 还已经是了解到 这身余帝尊虽然是帝尊高手 但是气息并不算很强 论实力 连飓风帝尊都不如 难怪之前连魔力和赤岩魔君都拿不下来 身余帝尊被一毛轰飞出去 眼瞳中顿时涌现出来了惊恐 再也顾不得其他 身形一晃就要逃离这儿 想走 走得了 秦晨冷笑了一声 九绝神山大阵和九十九个星辰核心组成的星云锁链大阵 瞬间暴涌而出 一下子将身余帝尊给封锁住 不过 九绝神山大阵和星云锁链大阵 只是玉山尊者和西多罗这两名巅峰人尊的宝物 只不过一个是来自大禹神山 一个来自星神宫 所以威力才比普通的人尊宝器要强悍得多了一下 可毕竟不是帝尊宝物 轰隆的一声 就看到了身余帝尊瞬间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鲸鱼 咔咔声中便是要将九绝神山大阵和星云锁链大阵给震碎开了 只是不等他震开这两座大阵 秦晨手中的黑色长矛 已然轰然地劈中了身余帝尊身后的黑色圆顶 一阵惊天的响声传来 鼎影四见 黑色圆顶瞬间就被轰飞了出去 紧接着 那黑色长矛 竖的刺在了身余帝尊的后背之上 斯拉的一声 一声撕裂的碎响 黑色长矛将身余帝尊死死地盯在了这方虚空之中 胸口被刺出了一个深深的沟壳 不好不好 别杀我 有话 神余帝尊痛苦地嘶吼 惊恐问 身躯疯狂地扭动着 要挣脱秦晨的树 只是不等他把话说完 秦晨左手占领神界出现 一股通天的战炎 滚滚地燃烧 彻底地包裹住了神余帝尊 下一刻 凄厉的惨叫声响了起来 神余帝尊整个人在战炎之下 瞬间灰飞烟灭 化为了灰烬 一旁 摩利和赤炎摩军 已经是彻底地看得傻了眼 他们本以为秦晨再强大 也只想和秦晨联手 抵挡住这身余帝尊的攻击 让这身余帝尊知难而退而已 可怎么也没想到 秦晨竟然是顷刻之间 就将身余帝尊给斩杀在了这里 如此震撼的一幕 让魔力不由的震撼不已 变态 真是个变态啊 魔力喃喃的 脸色发白 一旁的赤炎摩军 脸色也极其地不好看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意 第1972集 当初在虚空潮溪海 天独丹尊的秘境中 他还对魔力见到幽千雪之后 惊恐想要走 有些不理解 毕竟秦晨这个大魔头再强 大家也都是差不多来到天界 可现在 他终于知道魔力的直觉有多恐怖 这他喵的 大魔头的名号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秦晨自然懒得理会魔力和赤炎摩军心中的震惊 手一抬 瞬间就将身余帝尊身上的储物戒指和宝物 统统收入到了乾坤造化雨碟中 好了 走吧 带我去混沌之术所在 秦晨看向了魔力和赤炎摩军 淡淡说道 这种命令的口气 瞬间就让魔力不爽起来 想起了在天舞大陆 被秦晨支配时的恐惧 我可以带你去混沌之术的位置 不过 事先说清楚 这次我们是合作 魔力沉上了 有区别吗 秦晨扫了魔力和赤炎摩军眼 就凭你们两个的实力 不管是合作还是听我命令 结果不都一样吗 只会拖后腿吧 你说谁只会拖后腿 魔力愤怒了 秦晨竟然如此小看 好了 那你说 怎么个合作法 秦晨笑咪咪的看着魔力 这家伙可真是执念 若非看在当年天舞大陆有难 他和赤炎摩军也出手抵抗外敌 在虚空潮汐海 也曾帮出过幽谦雪的份上 秦晨才懒得和他们废话 不过 这两个人好歹也是来自天舞大陆 一路走过来也算是建成了许多 只要是这两个人不自寻死路地找自己麻烦 秦晨也懒得杀他们 秦晨也不是什么杀人狂 而且秦晨隐约地感觉到 这魔力的身上绝对还有底牌 这个家伙他太了解了 一个极度疯狂之人 若是没有底牌 岂会如此傲娇 真要杀他 怕是难度不下 至少绝对要比巨风帝尊麻烦 这是秦晨的直觉 秦晨对此也是万分坚信 合作便是你我之间的关系 得是平等的 我们带你去那混沌之处所在 彼此合作 但是各取所需 谁得到混沌果实 那混沌果实便是谁的 不得争抢如何 魔力沉声道 行吧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秦晨懒得争执 不知道这魔力啊 总纠结于平等的地位做什么 难道自己还会欺压他不成吗 秦晨这种随意的态度 愈发让魔力不爽 这小子难道不知道自己 有多努力才到达了 今天和他谈条件的地位吗 啊 你跟着我们 我们现在带你去 混沌之处的位置 搜的一声 魔力和赤岩魔君 立刻冲天而起 朝着那废墟所在 跃了过去 嗯 秦晨目光一闪 他已经看出来了 魔力和赤岩魔君身上的伤 在短短片刻之间 就已经痊愈了 这两个家伙的确有两下子 立啊 我们只要和这大魔头合作 赤岩魔君看了一眼秦晨 对魔力传音道 不然怎么办 那混沌果实即将成熟 也来不及了 魔力摇头道 可是 和这大魔头在一起 咱们就从来没有好事 誓言魔君 有些战战兢兢 没办法 阴影太深了 无论哪一次秘境 只要是有秦晨在 他们就没有好过过 这 我岂会不知道 魔力差点吐血 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好吗 从古南都开始 他就一直被秦晨压着 这种感觉能好过吗 这次不一样 我们是和这大魔头合作 你别忘了 历次秘境中的大魔头 什么时候吃过亏 当初在虚空潮溪海 他不过是圣主修为 却是连魔祖魔尊都无法将他斩上 此次身上有大气云 和他合作 说不定你我也有惊人的收获 魔力道 他自己也是大气云之人 否则也不可能活到现在 可和秦晨一比 却是差了许多 两个人联手 魔力有种感觉 这次必然会有大收获 这倒也是 誓言魔君点道 不过这大魔头 怎么变成真龙之身了 传闻真龙一族 是宇宙中极其强大的种族 这大魔头明明是人族 怎么做到的 谁知道呢 魔力瞥了秦晨一眼 说不定这大魔头 杀死了一头真龙 把这真龙吞下去了也不一定 以这大魔头的手段 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也对 誓言魔君点点头 深秒赞同 秦晨的凶残 他们是深有体会的 秦晨跟在后面 前面两个人在嘀嘀咕咕 倒也懒得理会 当然秦晨也没有大意 而是运转命运之术 从两个人的身上 他并未感觉到丝毫的危险气息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的确是诚心合作 没有暗害他的心思 既然如此 秦晨自然也不会暗害这两个人 秦晨 我先来说说那废墟中的情况啊 飞略的过程中 魔力倒也不遮掩 立刻将之前的情况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 你之前所斩杀的那个身余地尊和阴海地尊是合作关系 所以到了废墟之中 你千万小心那个阴海地尊针对你 魔力告诫 阴海地尊 秦晨难难 他倒是没想到 那废墟中居然聚集了这么多的地尊高手 如此看来 这次难度不小啊 以秦晨的实力 现在普通的帝尊自然是无惧 觉得自己还是没得到混沌过时呢 就快要被秦晨气死 哎呀 我那黑色领导宝物在你身上吗 既然你我都合作了 不如将这黑色领导宝物还给我吧 魔力对着秦晨说的 黑色领导 秦晨笑了 此物应该是你们从魂魔族尊者身上得来的吧 当初在虚空潮汽海 那魂魔族尊者是该被我的猎物啊 谁知道 却被你们呛狂 如今这黑色领导 就算是给本少补充的 秦晨淡淡了 这黑色领导 蕴含灵魂傲益 却是个不凡之物 哎你 魔力气得要吐血了 此物啊 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宝物 你就这么多走 那还谈什么合作啊 魔力愤愤的 献个受气的小媳妇 大魔 不 秦晨 你也看到了 我和丽儿实力都不如你 只望着黑色领导保命呢 你看 赤炎魔君也呢 丽儿 秦晨狐疑地看着魔力和赤炎魔君 怎么总觉得两个人怪怪的呢 秦晨冷冷地笑了一声 喂 你们两个别装可怜了 以你们的手段 身上保命手段可不止这一点 说到这里 秦晨突然目光一闪 似乎想到了谁 他笑眯眯的 当然啊 现在我们合作了 自然以大局为主 这样 秦晨立刻将九诀神山大阵 和秦晨核心拿了出来 这两件宝物 都是阵风类宝物 虽然不是帝尊宝器 但是威力也接近了 若是你们练化了之后 必然能让你们的保命能力提升 就先借给你们了 秦晨说着 将这两件宝物递了上去 这两件宝物对现在的秦晨作用已经不是很大了 属于鸡肋 而且轻易还不能随便拿出来 正好借此机会 魔力和赤炎魔君顿时狐疑地看着秦晨 这两件宝物 他们之前也看到威力了 虽然不如黑色灵的 但是在阵风方面 的确是可怕 但是 这秦晨会这么好心吗 魔力和赤炎魔君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不过你们得发誓啊 我这两件宝物 借给你们之后 你们可不能说是从我身上得到的 秦晨看着魔力和赤炎魔君的 喂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魔力皱着眉头 秦晨 你该不会是 有什么地方 想憋着坑我们吧 好心借给你们宝物 你们居然不领情 我看啊 你们两个来到天界之后 东门西走的 也算是经历了不少的辛苦 若是不想要 那就拉倒呗 秦晨转头 就要将这两件宝物 给收入乾坤造化与蝶之中 哎 别 魔力急忙开口道 是我们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行吗 两个人急忙接过了宝物 进行发誓 丽雅 这大魔头 怎么会这么好心 给我们防身主 赤炎魔君 还是有些忐忑 这其中自然有猫腻 不过有猫腻也得拿呀 魔力郁闷 没办法 他们身上的宝物太少了 之前秦晨释放的 九绝深山大阵 和星辰核心的威力 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由此宝物 对他们的防御 自然又提升不小 嗡那一声 两个人分别拿起了 九绝深山大阵 和星辰核心炼化起来 轰隆隆的 两个人的天赋 也算是极高 再加上两件宝物 已经被秦晨炼化过 两个人炼化起来 也没有任何的困难 顷刻间 两个人就各自的 将这两件宝物给炼化 好宝贝 没有炼化之前不知道 炼化之后 魔力和赤炎魔君 才深知这两件宝物的威力 果然不凡 分别能够形成封锁虚空的九绝深山大阵 和星云锁链 算是另类的领域阵风手段 这让魔力和赤炎魔君 看着秦晨的目光 瞬间变得和善起来 这大魔头也有好心的时候 接下来 秦晨和魔力 以及赤炎魔君 又商讨了一些对策和计划 这才接近了废墟所在 就在前方了 三个人进入废墟不久 远处一道万丈的光幕浮现天地 同时 一股浓郁的混沌气息弥漫而出 好浓郁的混沌气息 秦晨看向了那光幕 其中一棵古树若隐若现 微微的震盛 上面结满了一些果实 暗含天道之术 而在光幕的附近 站着一群强者 并且现场血气阴雨 杀气弥漫 显然刚刚经过一场厮杀 到处都是血性情 秦晨 这里多了几名帝尊 应该是我们离开之后 又赶过来的帝尊 魔力扫了一眼废墟 同时传音道 秦晨 我们下面怎么办 现在灌断果实 还没有完全成熟 说是直接进入废墟 怕是会引发 阴海帝尊他们的敌视 到时候 不等果实成熟就会被针对 可若是不进入现场 等果实成熟再出手 恐怕会落后别人一步 赤炎魔君呢 这种时候夺宝的话 落后一步 很有可能会失去 得到混沌果实的机会 跟我下去 秦晨面色平静地说道 让他躲在后面 并非是两句 身形一晃 秦晨带着魔力和赤炎魔君 瞬间来到了废墟之上 秦晨他们一落下 就引来了在场诸多强者的凝视 这两个家伙还敢回来 阴海帝尊 见到魔力和赤炎魔君 脸色顿时一沉 散发出了浓郁的杀气 阴海帝尊 这混沌之术又不是你中的 我凭什么不敢回来啊 魔力顿时大笑起来 扫了一眼阴海帝尊 脸色没有丝毫的畏惧 阴海帝尊 看来这俩小家伙并不怕你啊 一道咔咔的猙獰之声响起 是白骨帝尊 缓缓走来 他手上沾着鲜血 两只眼眶之中 幽暗的火焰燃烧着 同时 其他的帝尊带着各自的麾下 目光也都落在了 金尘三人身上 这些家伙已经暗中组成了同盟 自然不允许其他人过来分一杯羹 同时 他们的目光几乎都落在了秦臣的身上 之前魔力和赤炎魔君还落荒而逃 可现在居然敢冠敏堂皇地回到这里 究竟哪来的底气 除了秦臣 他们想不出别的可能 真龙族的家伙 他们心中毅力 秦臣身上的真龙气息 让他们瞬间认出了秦臣真龙族的身份 真龙族在宇宙中乃是个大族 不过 在场的强者众多 此地实力为尊 连来自魔族的魔力 他们都敢杀 自然也不会太过忌惮真龙族 诸位 此地发现 我朋友也有一份 在下龙晨 只想分一杯羹 希望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秦臣扫了一眼在场诸子的强者 淡淡说道 放眼望去 在场的帝尊有十多尊 秦臣就算是在家 一个人也不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 其他帝尊都惊愕地看着秦臣 这真龙族的小子哪来的底气 胆敢从他们的口中躲拾 不过 其他帝尊都没有开口 真龙族也算是宇宙中的一个顶级种族 关键是 真龙族的数量极其的牺牲 不像魔族 还分很多疾病 杀了一个真龙族的家伙 传出去 对他们种族难免有一些影响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忆 第1933集 此刻还有近20亿的功勋值 还有几条尊者圣脉 这还是从玉山尊者和千尹族高手 储物空间中得到的 除此之外 后期圣主圣脉 他身上倒是也有不少 但是 这种东西在这里根本就不能算 购买这等宝物 这黑市拍卖场不像其他地方 最低的也得是尊者圣脉才行 好在秦晨身上还有许多的神光鱼 和幽明星河中的异种 如果真的看中了某些东西 拿一个出来 应该都能换取不少的功勋值 武裕功勋值 外加一条尊者圣脉 立即就有人将这个价格刷新了 而且刷新的还不是一点两点 八亿功勋值 魂元葫芦的价格不断被刷新 最后被人用十一亿功勋值 一条尊者圣脉拿走 这个过程 秦晨都没有出现 主持人拍卖的红衣女子 直接利用拍卖台上的传送阵 将魂元葫芦传送给了 那出价十一亿功勋值 和一条尊者圣脉的人后 这才拿出了第三个玉盒浪成 第三件要拍出的宝物比较特殊 相信很少会出现在拍卖场上 乃是宇宙万族中 德鲁伊族的一颗德鲁伊之心 德鲁伊之心这几个字一说出来 当场就引起了更大的骚动 秦晨则有些疑惑 这德鲁伊之心又是什么东西 当然 此物肯定是黑金重族拿出来的 四天穷原本还听着 此刻眼通中骤然爆射出了金蟒 乘声 德鲁伊之心 这黑金重族运气也太好了 竟然得到了德鲁伊之心 难怪他们能够进来这拍卖会场 狐狸魔也陈胜了 德鲁伊之心这是什么东西 秦晨却是皱眉问 他是真不知道 这德鲁伊之心到底是什么好东西 此时 那红衣女子站在了台上说道 或许有人还不知道 这德鲁伊之心是何物 此物乃是德鲁伊一族的质宝 也是德鲁伊凝聚自身力量所凝成的宝物 蕴含莫测的功效 红衣女子在高台之上介绍 众所周知 德鲁伊族是宇宙万族中的一种特殊种族 他们既属于妖族 又和龙族一般 脱胎于妖族之外 是自然的精灵 天地的神物 而这德鲁伊之心 乃是这德鲁伊一族的质宝 没有德鲁伊一族得到真正自然传承的尊者 才能够诞生 这样的人物 在德鲁伊一族都极其稀少 剩何一个出现 都是德鲁伊一族未来的继承人之一 可以说 只要此人不陨落 那么 将来必定成为德鲁伊族的王之一 而这么一颗德鲁伊之心 便是来自某一位德鲁伊一族的传承者 红衣女子拿出了一个浴火 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 顿时 一颗明绿色的光团 呈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照耀的整个高台 都是一片绿油油 同时 一股自然的气息 在这个拍卖台上传递了出去 天地先都流淌着自然的韵味 让每一个人都置身在了大自然之中 德鲁伊之心的功效 诸位怕是也不需要我多说了 此物一旦练化 会得到自然的馈赠 最神奇的是 会拥有自然之心 能够拥有德鲁伊一族 变化自然精灵的能力 当然 这只是理论上 历史上很多得到德鲁伊之心的高手 得到自然馈赠 感悟道法自然的很多 但真正能够成为自然精灵的机上 此物没有底价 价高者得 现在 拍卖开始 说完了这一切 红衣女子便是退到了一旁 微笑地看着场上的重力 我出三亿功勋值 我出三亿五千万 让秦辰疑惑的是 这德鲁伊之心的拍卖火热程度 比起之前的浑原葫芦 甚至那道衣甲 都是弱了不少 德鲁伊之心 感悟自然道运 成为自然精灵 秦辰疑惑了 感悟自然道运 他能理解 相当于感悟天道 对于尊者级别的高手而言 普通的修炼 已经是无法提升他们的实力 只有对天地感悟的越多 凌驾于规则之后 在体内诞生自己的规则 自身所领悟的道运越多 越强 那么实力自然也就越强 传闻 真正的顶级的尊者高手 甚至可以一念宇宙 但是 成为自然精灵 又是个什么意思 却见古力魔 在一旁眼神火热头 得鲁伊之心 这可是好东西 能够感悟天道 至于成为自然精灵 那就别想了 几乎不可能啊 是啊 不过若真能成功 就能演化出来自然之气 蕴含妖族的特征 将来汇入妖族阵营 也不是没可能啊 若是能真正烈化 得鲁伊之心 那么所演化出来的妖族气息 便是妖族的顶级大能 都能轻易 我无法窥探 因为这是自然的窥探 传闻魔族中 曾经就专门收购过 德鲁伊之心 试图潜入妖族之中 或许妖族和人族的联盟情报 但是都失败了 嘿嘿 圣魔族那样的魔族 还能想一想 我们虫族就别想了 恶争太明显了 即便是得到了 德鲁伊之心 变身成为妖族之后 怕是也会被识破出来的 不过黑金虫族 覆灭了德鲁伊大军中 竟然拥有德鲁伊之心的人物 难怪最近如此嚣张 连黑市拍卖场都赶进了 古力魔几个人议论纷纷 一个个不分之间 而秦晨也从古力魔他们的交谈之中 了解到了此物的神奇 所谓的化身自然精灵 竟然是能够变成妖族之身 打入妖族阵营中 而且不会被任何人识破 这的确恐怖 一般来说 魔族等势力 除了圣魔族等 利用灵魂夺蛇等方法 夺取各族强者 潜入到各族之中外 很少有别的办法 能够真正地打入到各族内部 因为身上的气息太明显 而且即便是圣魔族夺蛇 也并非是万无一失 能瞒过普通的各族高手 可真正地面对各族的拒搏之后 那一丝灵魂的不同 还是会被察觉出来 特别是进入到了各族的传承圣地 轻易就能被鉴别出来 因此 如今人族和魔族 想要在对方势力中打入间隙 往往所用的方法 都是利用利益 拉拢别的种族高手 比如要灭福祖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各族之中自然有着一些极其自私之位 为了提升自己获得利益 哪怕是背叛族群 也都不会有丝毫犹豫 但是这样 往往也容易暴露 付出代价很多 因为人心难测 但若是得到了德鲁伊之心 能让各族化身妖族 直接加入到妖族阵营中 那么所有的情报都能轻易地得 而且根本不会被识别出来 也难怪这德鲁伊之心出现 会惹来这么多人的惊叹 可惜呀 若是在魔族没有开启德鲁伊之心计划的时候 这么一枚德鲁伊之心足以排出天价 甚至不逊色于帝尊之宝 可现在谁都知道 魔族耗尽办法 也没有一个人成功得到自然化身 这德鲁伊之心的价值 也就缩瘦了一大半了 四天穷叹息道 此物倒是神奇 看看价格吧 若是合适的话 倒是可以争计 秦晨眯着眼睛 看着高台上的价格不断地上涨 但是上涨到五亿功勋值的时候 这个价格却是迟疑了下来 三亿功勋值 外加一百五十尾一斤重的神光鱼 突然 一个价格被挂到了拍卖台上 这个价格一出 立刻引发了红毒 不少人环顾四周 这谁啊 居然直接拿出了一百五十尾神光鱼来出价 在黑市中 功勋值是最不稀缺的 因为只要是在万族战场上击杀任何种族 都可以得到功勋值 而这种功勋值 只能在各自的联盟或者是黑市中 兑换宝物和圣脉 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而比功勋值更高一个等级的 是尊者圣脉 这是直接可以用来提升尊者修为 不过 有很多的尊者停留在自身境界几万年 十万年 甚至更久 普通的尊者圣脉 很难让他们有实力再提升 这也导致了神光鱼又凌驾在了尊者圣脉以上 因为即便是吸收尊者圣脉 无法提升修为的尊者 却也可以通过烈化神光鱼来提升自己 因此 虽说在某种程度上 功勋值 尊者圣脉 和神光鱼是等价的 但是很多时候 买东西的人都会选择要神光鱼 而不是其他的 这个价格一出 很多人都无语 这代表着他们想要竞价 显然也要拿出神光鱼出 还不如留着拍卖接下来的宝物 当然 拿出一百五十位神光鱼去拍这玩意儿 浪费了 完全可以留着拍其他能赶物到运的宝物 会便宜不少呢 功效也不会差太多 武力摩看到了秦晨的出价之后 富有的无语 这个价格 这是秦晨出的 不过秦晨只是笑了笑 没有解释太多 他看上的 不是这德鲁伊之心 能够感悟到运 而是能化身自然精灵 秦晨出了价格之后 场上对是一片的寂静 最终 没有人在出价 倒不是没人有那么多的神光鱼 而是啊 神光鱼一般都会留到后面的拍卖其他导物 没有必要消耗在这里 好 恭喜这位朋友 还请付钱进行交接 红衣女子微微一笑 秦晨将玉山尊者的黑势力 插在了包厢中的夺卡器上 里面的功勋职 立刻就被转跑了 秦晨又换上了千眼族的功勋 转走了一亿功勋者 同时秦晨又在包厢正中间的传送阵上 放了一百五十位神光鱼 传送了过去 黑市拍卖会 一般是当场拍卖 当场交货 一切都在包厢中进行 十分的隐秘 连续用玉山尊者和千眼族的黑势力 进行付款 秦晨也是有些担忧的 黑市令是黑市发放的 虽然号称不记名 但是 每一张黑市令 究竟有没有编号 除了黑市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片刻之后 对方显然是已经收到了火 传送阵再次亮了起来 随后 那枚德鲁伊之心 已经出现在了包厢之中 秦晨拿起了德鲁伊之心 一阵阵自然的气息 瞬间笼罩出了自己 让他全身的细胞都放松了下来 有一种欢呼雀跃的感觉 甚至 秦晨隐悦的有一种 直接要突破尊者的处 卖直 哪怕是领悟不了化身精灵 光是这股自然的气息和道运 对秦晨而言 也已经足够 另一个包厢中 黑金重足的人 也是激动了 台密拉大人 一百五十位神光鱼 还有两亿的工薰值 咱们这次 可是赚大了 哪个有钱人 居然直接用神光鱼 来购买德鲁伊之心 虽然这个价格低了点 但是不亏 卡米拉的脸上 带着微笑 有了这些资源 他黑金重足 必然会精进不少 到时候啊 把瓦列族给吞并 夺走瓦列族身上的宝物 那黑金重足 在重足中的排名 怕是要前进许多 诸位 三件热身宝物结束 接下来 我们来拍卖 真正的十件拍品 红衣女子 微笑着说了 之前的三件宝物 寄卖者没有要求 只需功勋职 竞价便可 但是剩下这十件拍品 寄卖者都有一些 自己的要求 所以能不能拍到 要看诸位运气 这正式拍卖的 第一件宝物 宁为星空竹 想必不需要在下 多做介绍了吧 红衣女子 话音落下 一根通体漆黑 却是闪烁着 星辰光泽的竹子 已然是出现在了 她的手中 看到这星空竹 整个拍卖场 瞬间就轰动了下 秦辰一样是震惊鬼 这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拍卖鬼 不但有残破的 帝尊宝器 德鲁伊之心 显然居然连 星空竹都出来了 星空竹 她还真知道是谁 星空竹 生长在混沌星空之中 时而柔软 时而坚硬物 此物可以用来 炼制兵器 坚固物 传闻啊 远古人族大能 有一个鼎鼎有名的 神器 大神鞭上 便是有星空竹的才 是顶级的炼器宝物 除此之外 星空竹放置在身边 还可以感悟道远 甚至加上 某些顶级材料 还可以啊 用来炼制成 星空道弹 此物 简直是全能的代表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 有声书 五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意 第1938集 不过 万族战场 虽然诞生于宇宙开辟 坚固无比 但是 经历过亿万年的征战 万族战场上的混沌 宇宙气息 已经十分稀薄了 但是 总体还是 比各族自己的普通地界 要强悍得多 比如 我就听说 人族和如今居住在后方的天界 连帝尊都很难进入 会对天道造成损伤的 根本诞生不了顶级高手 其实不仅仅是人族 很多种族也都一样 除非是各族保留下来的原始之地 或许还能有着极其强大的之外 普通的地界 在这一次人魔大战之中 都已经千疮百孔了 伤痕累累 这也导致了万族的高手 都会前来着万族战场 试图得到突破 而这万象神葬 确实从万族战场一样古老的存在 但是 它却是属于万族战场的一个小世界秘境 许多年才开启一次 每一次开启的时间都不长 这也导致了万象神葬中 不但蕴含着很多远古的宝物 而且其中还蕴含着许多宇宙远古的力量 甚至传闻其中还有宇宙开辟时的混沌之力 而上一次万象神葬开启 还是十万年前 四天穷感叹道 听到了这里 秦晨也已经明白过来 这万象神葬究竟是什么了 这应该是一个和万族战场一样的古老地方 但是万族战场属于是开放式的 其中的宝物力量被吸收流逝的很快 除了一些隐秘之地之外 几乎没有残留下来远古力量 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战场 而这万象神葬和万族战场一样古老 但是因为气一直关闭着 这也导致了其中还蕴含着远古宇宙的力量气息 而这种力量的气息 无疑是对顶级高手们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很幸运这万象神葬太过珍惜了 而且因为其中只是一个小世界 无法承受太多强悍的力量 只要各族中的顶级强者才能进入其中 像我等 即便是这万象神葬开启 怕是也没有资格进去 古力魔一脸郁闷的道 就你 也是让你进去你干嘛 似天穷白了古力魔也 有什么不敢呢 万一我得到了某些宝物得到突破呢 古力魔闪闪的 得到宝物哪那么容易啊 难道这万象神葬中还有什么说法呢 秦晨看了过来 似天穷的 因为能进入万象神葬的 都是各族挑衅出来的强者 天才 可以这么说 只有各族最在精英的人物才能进入 而他们进入到万象神葬的目的 自然是寻找宝物 让自身突破 提升族群的实力 在如今万族战场征战的背景下 也导致万象神葬中的竞争失负的激烈 各族联盟之间一旦遇到 都会想尽办法 灭杀对方的有生力量 因为一旦对方的 有生力量 从万象神葬中 得到宝物活着出去 将来几乎是很大概率 会成长为各族中的中间力量 说到了这儿 四天穷叹息道 据我所知 我重足这十多万年来 新晋级的三位天尊大人 其中有两位 传闻便是当年从万族战场中 活着出来的地尊高手 秦臣心中顿时一惊 重足中三名新晋的天尊 竟然有两人 是因为进入过万象神葬 这万象神葬也太恐怖了 难怪会引来如此的轰动 不过 秦臣也敏锐地感知到了 另外一个问题 这万象神葬 必须进入也可以吗 他沉声问道 四天穷疑惑地看了秦臣一眼 在他看来 以秦臣的身份 不应该会不知道万象神葬 或许是大人早早地潜入人族中 很多事情不了解 四天穷解释道 万象神葬中 帝尊的确可以进入 但是超过帝尊的境界就不行了 至于向下 没有要求 不过 历史以来 绝大多数都是尊者级别 万部尊者都积少 因为这万象神葬中 修为太低 无疑是拖累 不但不可能得到宝物 反而会送死在地面 各组都不可能派遣这样的人进入其中的 当然 一般修为弱的人 只要在万象神葬外围隐藏起来 寻找积元 那时也不至于太过危险 毕竟 帝尊高手们会进入万象神葬的深处 如此机会 也不会浪费 留在外围击杀别族的天才之上 秦晨点头 四天穷所言 还真的是 但即便如此 一般半部尊者进入其中 依旧是极其的危险 毕竟里面高手如云 随便一个人都能将其斩上 谁知道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哎呀 我要是能进入万象神葬就好了 成为天尊我不敢想 但是几万年后突破地尊 提升我重足中的地位 还是轻而易举的 古丽摩 遐想到 一脸的羡慕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四天穷无语的 这古丽摩还真他妈能做梦 自己的族里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含糊 我还进过去 那也没什么 你大人的身份 必然是能够进入万象神葬的 古丽摩肯定 一旁的侏儒老者听得心脏狂跳 古丽摩居然说秦晨必然能进入万象神葬 此人究竟什么身份 难道是重足某个大势力的传承者 据诸如老者所知 万族中能够进入万象神葬的 起码也要顶级势力中的传承者才行 而所谓的顶级势力 至少也得是天尊势力 不对 突然 古丽摩皱起了眉头 大人 你现在隐藏在那一族中 那一族会不会给你机会进入万象神葬啊 他想起来 秦晨现在化身人族 隐藏在人族中 而且似乎没什么大背景 否则 人族大与深山的玉山尊者 怎么会追杀大人 这么一来 大人岂不是进入不了万象神葬了 这也太可惜了吧 秦晨心中确实明白 自己怎么可能会进得了万象神葬 自己所谓的冤魔族身份 不过是用来蒙蒙瓦列族的而已 若是真跑去冤魔族 那无异于找死 倒是秦魔不知道在魔界混得怎么样 若是打入了某个顶级魔族势力 说不定有机会进入万象神葬 至于自己 秦晨摇了摇头 除非自己去天工作 依靠天工作或许能得到一个机会 但是也只是可能 而且天工作如此大的势力 想要进入万象神葬的 必然也是几多 难度极高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秦晨皱着眉 看向了拍卖台 这红衣女子在拍卖会的最后 为何要说出这万象神葬的消息呢 难道她接下来拍卖的东西和这万象神葬有关系吗 莫非是曾经从万象神葬中得到的宝物 而此时的拍卖之上 那红衣女子微笑地看着整个喧哗的拍卖场 等了许久 直到各个包厢彻底安静了下来 才再度地笑着道 我想我黑市拍卖的最后一件宝物 有些人心中应该有些猜测 没错 这次我黑市要拍卖的 正是和万象神葬小世界有关 乃是进入此次万象神葬的令牌 轰的一声 此言一出 整个拍卖场再度飞腾 所有人目瞪口呆 连秦晨都傻呀 那红衣女子说什么 要拍卖进入万象神葬的令牌 这也行 诸位没有听错 我黑市在宇宙中也算颇有名同 万象神葬小世界的名额 我黑市倒已有一些 历次来的规矩 我黑市都会拿出一些名额 来进行拍卖 红衣女子似乎很满意众人的状态 笑着道 最后一场拍卖 我黑市将会拍卖出六块令牌 万象神葬的开启就在不久够 诸位可要扎紧了 诶 不知道这六块令牌要怎么拍卖啊 此时 一道冷漠的声音 在拍卖场中回荡了起来 某个包厢中 有人直接开口 带着令人窒息的气息 帝尊 秦晨目光一凝 这绝对是一尊帝尊高手 秦晨也终于明白过来 为什么这一次拍卖会 有这么多高手到来 能够得到进入万象神葬的资格 都是宇宙中诸多顶级势力 起码也是天尊的势力 但是 万象神葬最具吸引力的 却是帝尊层次 这也导致了许多帝尊势力 会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得到一枚令牌 这场竞争无比激烈 秦晨目光凝重起来 即便是猜测到了一点 但是秦晨心中依旧是无比坚决 哪怕他耗尽全部财力 这六块令牌中 他也要抢到一块 万象神葬 蕴含宇宙开辟混沌之气的顶级秘境 这么好的机会 他如何能放过 红衣女子微笑道 这六块令牌 我黑市将会选择一次性出售模式 终会可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进行报价 最后 我黑市将会选择六个报价 进行成交 居然六个一起放出来 而不是一块块的卖 秦晨心中一沉 这样子一来啊 竞争顿时纪念 因为是一次性成交 谁也不敢报太低的假 否则一旦成交之后 就没有再一次竞争的机会 黑市做生意 还真是有一手 现在竞价开始 祝诸位考验 红衣女子微微一笑 然后退到了一旁 我出十五亿贡殉旨 两条尊者圣脉 一颗万念魂球 我出十三亿贡殉旨 一条尊者圣脉 外加一百条神光鱼 以及一瓶神元丹 我出 一个个报价不断地报出来 看得秦晨目瞪口呆 这简直都是为了万象神葬的令牌不顾一切了 就看到大屏幕上一个个报价不断地掠过 显然报价的人极度 就算是一些没有什么宝物之人也会进行出价 万一黑市选择了他们 看着这一个个报价 心沉心中一沉 他身上的宝物已经为数不多了 之前近二十亿的功勋纸 在之前的拍卖中 已经被他拍得七七八八了 神光鱼也消耗了许多 至于尊者圣脉 他身上就两条 是从玉山尊者和千眼族强者楚空间中得到的 但是那也是他为自己接下来突破尊者而准备的 至于天道神丹 秦晨身上还有许多 但是他已经不敢再拿出来了 之前已经交易了十枚天道神丹 别人不知道他所在的包厢 但是黑市的拍卖人员 必然知晓出价的是哪个包厢 他拿出了十枚天道神丹已经是很冒险了 如果再拿出来一些不同属性的天道神丹 那无疑是告诉黑市的人 自己这里有天道神术 作为天界十大道元宝物之一 若是天道神术的消息暴露了 竟然会引来无数人的机遇 甚至于现在的秦晨就隐隐地有些担心 自己之前连续拍下了几件宝物 或许已经被黑市的人盯上了 但是这万象神葬的令牌那是必得不可的 那是宇宙开辟的混沌之地 只要是他进入万象神葬中 必然能够突破尊者境界 到时候他的实力会提升到何等地步 秦晨自己都不敢肯定 三亿功勋纸 两条尊者圣脉 两百尾神光鱼 外加一条天鬼火石鱼 犹豫了片刻 秦晨爆出了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一出 自然引来了不少包厢中的高手们的金户 这谁啊 居然拿出了这么多的宝物 居然又是一条幽明星河中的一种啊 屏幕上报价闪动的几块 但是以在场人的修为 哪怕是一闪而过 也是将报价清晰地映入了眼泪 看到了这个价格 心中一沉 显然 以黑市之前的鸟性 这个报价 一定已经内定了一块领牌了 在场不少人只是参加过一次黑市拍卖 知道黑市最喜欢的便是幽明星河中的一种 否则之前的三色后甲大螃蟹 也不会那么吃香 谁曾想又出现了一个天鬼火石鱼 而且这一次的深海幽明电漫的价格 也再次出现在了屏幕上 怕也是会内定走一块领牌 如此一来 岂不是一共只剩下四块了吗 不少之前出价的人犹豫片刻之后 纷纷加价 将自己能压上去的东西都加上 毕竟粗略地估计一下 在场的弟尊高手怕是都不止六个 若是再藏着掖着的 还不如不报价就算了 秦晨出了这个价格之后 一颗心彻底放了下去 然后坐在了包厢中 眼神平静 这已经是他目前能出的最高价格了 他身上的异种还有许多 什么巨齿灯笼鱼啊 万彩巡龙鱼啊 天红金里 黄金大鳄虾 幽明巨齿乌贼 明艳巨角海斑等等 但是这些秦晨是不可能再拿出来了 他已经暴露了很多宝物 两大异种外加神光渔王 已经是极其变态了 若是再暴露更多的异种 秦晨不敢肯定 自己会引来黑市如何的主意 甚至现在就已经可能 被黑市给关注上了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036集 发生了什么事了 突然间的变化 在场很多人都不由得吃惊 立即向着黑暗星辰深处看去 秦晨回头一看 一见着混沌本源冲天 顿时目光一明 他此刻站在这黑暗星辰九千里处 距离黑暗星辰几近 双眸绽放神光 隐约间看到 在这黑暗星辰之中 竟然是有着一个混沌漩涡 出现在那混沌漩涡之中 似乎蕴含着一个混沌世界 有一种仿佛是面对 初始宇宙的震撼之感 密码而来 令秦晨心神俱阵 人族小子 那里应该是 这黑暗星辰的内部空间 如果混沌玉璧 在这黑暗星辰之上 那么定然在这内部空间之中 洪荒祖龙看到了那漩涡 当即对着秦晨高盛 另外一遍 魔力眼瞳中 也是绽放出了神红 显然罗侯魔祖 也必然告诉了他真相 走 秦晨神色激动 这混沌漩涡 他还是第一次出现 秦晨自然不愿意 错过这个机会 在这混沌漩涡出现之后 秦晨立刻催动脑海中的 混沌清廉 朝着那混沌漩涡 走了过去 轰的一声巨响 一声崩天 这个时候 万允帝尊等人 已经杀到了距离秦晨 几百里的地位 体内星光璀璨 运转尊者本源之力 沙江而来 在这里 还有其他顶级种族 巅峰帝尊强者 一位巅峰帝尊 守持着顶级尊者宝器 这是何等骇人的气势 尊威狂武 如同是一尊狂怒的神灵一样 这也不怪他狂怒 身为顶级势力的领袖 手有顶级尊者宝器 还被一个晚辈困住 这绝对是他的奇耻大人 小畜生 交出万兴中 否则本座绝不饶你 万允帝尊浑身星光闪烁 如同是一尊天神 怒吼说的 怒吼之声崩碎虚空 走 秦晨根本不理会万允帝尊 心中低贺一声 在刹那之间 秦晨冲向那混沌漩涡 轰隆的一声 一股可怕的混沌潮汐 轰击在了秦晨的身上 过了九千里的距离 这混沌潮汐中 运含有可怕的冲击 令得秦晨闷哼一声 身体传来嘎吱吱 但是秦晨丝毫没有停顿 灵魂海的上空 混沌清廉 万古硬照 抵挡在了那混沌潮汐之力上 甚至连那混沌本源 都顾不得吸收 一点点的逼近混沌漩涡 因为谁也不知道 这混沌漩涡究竟会持续多久 万一错过了 秦晨生怕自己再也找不到结果 咔咔咔 秦晨的身上传来了 道道撕裂的声音 身体在混沌之气下 被轰得剧烈颤 但是秦晨咬着牙 逐渐的向前 眼前的混沌潮汐不断的袭来 令得秦晨像是掉到了无数的火山喷发的世界 一步一天地 一步一世界 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秦晨每走一步都是无比的困难 但是他却走得无比的坚决 没有任何后退的理由 轰隆的一声 万云帝尘等人的攻击纷纷纷在虚空中消灭 此际 秦晨也已经来到了九千五百里的身处 他们的攻击在混沌潮汐之中根本抵挡不了那么远 甚至如果他们强行进攻 会被紧接着轰来的混沌潮汐直接震飞出去 离开这黑暗星辰区 所以他们只能强忍愤怒 同样向前 小畜生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本座都会斩杀你 万云帝尊和九月帝尊一边艰难地向着秦晨走去 一边对着一点点靠近的漩涡的行程狂吼 他们两个不只要报仇 也要夺回他们势力中的万星珠和浩天 否则 他们失去了两件重宝 就成了星神宫和大禹深山的罪人 那混沌漩涡出现 很多人发现了不对 云魂帝尊等人也都站了起来 朝着这里走来 他们在这八千里的地狱已经感悟了好多天了 一直没有把握到进入黑暗星辰之上 但是 如今看到秦晨和魔力 竟然是不顾一切地走向了混沌漩涡 而且已经是无比接近了 他们再也按捺不住 也纷纷地动身 万族强者都在靠近黑暗星辰 秦晨无疑是最接近的一个 咔嚓一声 他的身体在混沌潮汐中摇摇欲坠 身上开始出现了一道道的火口 滚滚的混沌本源被他的脑海中的混沌青莲所吸收 但是还是来不及阻止这混沌本源的冲击 他的龙体都开始要碎裂 人族小子 坚持住啊 洪荒祖龙紧张地说道 他能感受到秦晨的身体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 那混沌漩涡已经是距离秦晨极限 只剩下一点点的距离 只需要秦晨一步跨越就能够进入其中 可正是到了这里 秦晨的脚步停下了 再也寸进不了分毫 秦晨嘶吼 身上的真龙鳞甲开始一点点的碎 这混沌潮汐太过恐怖了 强如秦晨也快坚持不住了 若非他脑海中有混沌青莲尘压万国 他是早就已经粉身碎过 什么 外界很多人都骇人 秦晨的强大他们之前有目共睹 连秦晨都快抵挡不了 这混沌潮汐究竟是有多恐怖 不行 秦晨感觉自己的身体要彻底粉碎了一半 还有一种感觉 如果自己真的进入这混沌漩涡之中 顷刻间就会被这混沌漩涡撕成积粉 灰飞烟 并且 冥冥之中 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弥漫在秦晨的脑海 仿佛那混沌漩涡之中 有什么无比恐怖的东西存在 只要他一进入 就会被吞噬一半 不能进 千万不能进 这种冥冥中的感觉 不断地回荡在秦晨的脑海 这让秦晨心静 这是一种直觉 秦晨对自己的直觉 无比地相信 曾经便是这种直觉救过他无数次 难道这一次 这混沌漩涡中真的有他无法抗衡的危险 后退 秦晨心头凛然 这是他赖意生存的根本 若非是这种直觉 他早就已经在天界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可就在秦晨准备后退的时候 突然间 那混沌漩涡中 隐约间仿佛有一道身影不现 这是一道无比曼妙的身影 看不清念 却如同是一朵空谷幽蓝 又宛若是深渊中绽放的一朵黑暗莲花 无比的纯正 给予秦晨一种强烈的熟悉之感 是思思吗 秦晨激动 这道身影正是他进入万象神葬前 曾经见到的那一道万众瞩目的魔族女子身影 他横横出世 略过天穷 像是一道惊鸿 从天际划过 然后消失不见 那种熟悉的感觉 秦晨虽然一直不曾见到对方的面容 但是那身影 却是让秦晨感觉到 这绝对是自己熟悉之路 那种魔力气息 让秦晨无比的讨嘴 思思 秦晨震动 急目看去 这女子身处混沌之中 身形迷某 身材曼妙 虽然看不见真容 但是越看越觉得熟悉 有一种心灵上的契合和联系 但是 这女子身上的气息 却是震慑万物 浮现在了混沌之中 镇压天穷 这一尊女子 就这么在混沌漩涡之中 若隐若现 虽然身形朦胧 看不清真容 但是秦晨却能感觉到 她很美 难以描述 如同自那 先路尽头走出来的 不真实的生灵 完美无缺 挑不出一丁点的瑕疵 一绝飘舞 凌空在上 美到极致 风姿绝势 并且 她带着一种魔性的气息 又像是心狠手辣的女魔 仙气和魔气融合 竟然是完美无瑕的结合 比你古今未来 无上无双 秦晨睁大眼镜 要看清楚对方的容貌 但是看不真切 因为对方的身影始终蒙上了一层活物 遮蔽一切 根本无法看穿 她位于这混沌漩涡之中 思思 是你吗 秦晨低难 激动的身体颤抖 眼角含泪 此际 不仅是秦晨魔力 冤魂帝尊等人 亦是看到了漩涡之中 似乎有一个女子 凌驾于天地 飘然如鲜 这黑暗星辰中 竟然有个女子 什么人 竟然在他们所有人之前 进入到了黑暗星辰 万允帝尊等人震合 此人 魔族一方 冤魂帝尊却是目光一灵 好像是他 冤魂帝尊身形一阵 在他的身边 死魔族 圣魔族 天魔族等顶级魔族的巅峰帝尊 也都身形震 因为他们认出了这个女子 竟然是从魔界深渊走出的那一位 太像 那一道身影仅仅是一闪之间 紧接着彻底消失不见 好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是 秦尘却很清楚 之前绝对有身影闪过 嗡个一声 混沌潮汐涌动 那突兀出现的混沌漩涡 此际正在缓缓地缩小 似乎要消散在这里 再不进去 怕是没机会 死死 秦尘咬牙 目光瞬间变得坚定起来 轰的一声 哪怕是脑海中涌现出强烈的危机 但是秦尘还是动 咬着牙冲向了混沌漩涡 下一步 秦尘身形骤然被这混沌漩涡吞噬了进去 该死 混沌漩涡要消失了 秦尘身后魔力咬了牙道 小子 赶紧进去 罗侯魔祖焦急道 等着漩涡消失 你再想进入黑暗星辰内部 怕是要耗费很多功夫啊 走 魔力怒吼 眼瞳绽放着某种魔光 身体中魔骨之力涌动 罗侯魔祖的力量 不断地替他抵挡着混沌之力 他一步步地逼近混沌漩涡 终于在混沌漩涡关闭的瞬间 也进入了其中 轰的一声 下一刻 混沌漩涡关闭 一股可怕的混沌本源之力席卷而来 令得不远处的万云弟尊等人 齐齐吐出了一口鲜血 神色惊 可恶 他们竟然是没能进入着漩涡之中 漩涡中 秦尘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席卷而来 等秦尘等回过神来之后 眼前乃是一片的茫茫虚空 与在此之前的地方不同 这里乃是一片虚空 似乎他们被传送到了另外一个天 在这里没有生命 没有万物 有的只是无尽的虚空 并且虚空之中 萦绕的都是丝丝缕缕的混沌本源之力 接下来我哪里去 秦尘看着眼前这无尽的虚空 不由的问道 洪荒祖龙也是皱起了眉头 这里天地一切混沌 像是未曾开启的鸿蒙世界一般 不变方向 往前走 跟着这混沌力量走 如果我没猜错 混沌玉璧绝对在这里 秦尘根据洪荒祖龙的话 感悟着天地中的混沌气息 缓缓走向了前方 天地间 一丝一缕的混沌本源消散 秦尘跟着这混沌本源之力 在虚空之中不知道横渡了多久 终于看到了一片璀璨 一片光芒 荧光闪闪 耀眼而游 当秦尘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不由的为之震荡 一挂挂的混沌本源 如天铺一样进落于此 在这里 一挂挂的混沌本源 聚集一个浩瀚无边的混沌场合 茫茫无穷 放眼望去 看不到边界 混沌场合荡漾着银色的火光 看起来无比的梦幻 这似乎是银色的海洋 但是又宛如是无尽的混沌聚集 闪烁的光芒 不是那么真实 给人如梦如幻的感觉 这是什么地方 看着眼前的混沌荧光荡漾 今晨为之动物 世间存在着这样的地方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 而且 思思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啊 洪荒祖龙摇头 目光深邃 看着眼前这波光荡漾的混沌河 如此浩瀚无尽的混沌河流 或者是天地所剩 或者创于他人之手 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此地我也没有来过 但是这么多的混沌本源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混沌玉璧 就在这里 找下去 一定能找到的 洪荒祖龙道 我们现在 该往哪里走 秦晨看着眼前的混沌河 不知道往哪里走 眼前的大河茫茫一片 似乎它就是整个天雨 让人看不到近 哗啦一声 就在秦晨询问的时候 仿佛水声响起 一条巨大的火焰金龟跃起 这条高高跃起的火焰金龟 掀起高高的波澜 混沌气息洒落 让人宛如是听到 珠子坠落玉盘的清脆声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037集 立阳神龟 看到了这一条 高高跃起的火焰金龟 秦晨不由地为之动了 他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偶遇烈阳神龟 当初这烈阳神龟 进入黑暗星辰之后 直接消失不见了 秦晨还以为 他在这黑暗星辰的某个地方 谁知道 他竟然是进入到了 黑暗星辰的内部 这也说明了 黑暗星辰之上 显然也有进入内部的地方 哗啦一声 烈阳神龟畅游于 这黑暗混沌星河之中 十分的欢愉 高高跃起又深深地潜入了几局 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混沌大河远处游去 跟上他 洪荒祖龙顿时激动 烈阳神龟是天生神物啊 跟着他就有可能找到混沌预备 听到洪荒祖龙的话 秦晨当即化作了真龙身影 千年光催动 朝着烈阳神龟的方向追了过去 在这混沌河流之中 烈阳神龟的速度极快 但是 秦晨的千年光在这里 也不属于烈阳神龟 闸眼之间就追上了烈阳神龟 跟紧他 洪荒祖龙道 不需要他提醒 秦晨不断地催动秦年光 紧紧地跟在烈阳神龟的后面 不论烈阳神龟是游异 还是浅游 都是无法摆脱秦晨 烈阳神龟能带我们 需要去的地方 秦晨看着烈阳神龟 以急速游动 不游地问道 洪荒祖龙点点头 绝对可能 烈阳神龟 可不是一只火焰金龟 那么简单的 它是这里滋养出来的神物 蕴含这里的器语 你可别小看它 就这样 在这混沌河流之中 秦晨紧追着 这巨大的烈阳神龟不放 烈阳神龟急速地游动 带着秦晨深入 当秦晨在混沌河 追着烈阳神龟狂奔的时候 魔力也进入到了这片虚空 只可惜 它的运气就没秦晨那么好 等它在罗侯母祖的指引下 来到了这混沌河的时候 秦晨和烈阳神龟 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它找不到秦晨 也只能在这混沌河中 漫无目的地寻找 而在秦晨和魔力 进入到黑暗星辰内部的时候 外面的虚空之中 不知道有多少人发狂 不知道有多少人怒到抓狂 小畜生 除非你不出来 否则永远饶不了你 在虚空之中一声狂吼响起 最后 连万云弟子和九月弟孙也放弃了 就算他们再靠近 也找不到混沌漩涡 甚至连黑暗星辰都上不去 他们都在九千多里的地方停下了脚 在混沌潮汐之下寸步难解 此刻的他们 只能在这里继续地盘袭而走 吸收混沌本源之力 等吸收了足够的混沌本源 才进入到黑暗星辰之上 说不定运气好 到时候 那混沌漩涡会再次地出现也不一定 那混沌漩涡中绝对有重大秘密 有重宝 万云帝尊他们目光冰冷 杀气凛然 虽然他们没能进入 但是只要是等秦辰出来 必然将成为重使之力 混沌长河之中 秦辰驾驭着混沌之力 化作了一道流光 紧跟着烈阳神龟 轰隆的一声 烈阳神龟在这混沌流中游动着 畅快自入 浑然没有在意跟在身后的秦辰 秦辰见状 目光微微闪烁着惊芒 凝视着下方的混沌核 这浩瀚无边的混沌核 竟然是全部由混沌本源拧聚而成 之前的黑暗星辰上 伴随着混沌潮汐 弥漫出来的混沌本源 极有可能 便是从这里泄露出去的一缕水花而已 如果说外界的混沌本源 是一缕水花的话 那么秦辰现在眼前的混沌核 那就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 浩瀚无边 看不到彼岸 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 不能以道理解 秦辰低头 看着那烈阳神龟 心中感叹 难怪这烈阳神龟无比强悍 连帝尊级别的强者都无法脱动 轻易的就能碾碎成这 常年生活在这充斥着混沌本源的浩瀚海河中 岂是帝尊就能轻易擒拿抹杀的 怕是连天尊前来都未必真的能将其射拿 呼的一声 滚滚的混沌本源化作了一缕缕的烟云 涌入到了秦辰的脑海 秦辰脑海中的混沌清廉 在混沌本源气息中摇曳 映照万物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突然间 秦辰就看到了 在这浩瀚无边的混沌河深处 竟然是出现了一片黑色的迷雾 这迷雾带着诡异深沉的黑暗气息 萦绕着这帮天地 令得秦辰心中猛然的一惊 哗啦一声 列阳神龟在靠近这片迷雾之后 并未深入迷雾之中 而是悬浮在了混沌河上 转过头 那一双灵动的眼神看着秦辰 眼神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下一刻 他直接转身 沉入到了混沌河之中 一个白尾便消失不见了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列阳神龟知道我一直在跟着他 秦辰惊讶 列阳神龟有灵 自然知道你一直跟着他 知道你所想做的一切 只不过列阳神龟性子温和 一般不会出手的 只要是不惹恼了他 便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洪荒祖龙疑惑道 不过这列阳神龟居然会把你带到这里来 这么说 此地定然有什么古怪 而且是这列阳神龟 想要让你知道的古怪 秦辰目光一宁 列阳神龟诡议带他来到这里 定然有他的目的 秦辰一步跨出 直接来到了这萦绕着迷雾的河面上 滚滚的黑暗迷雾笼罩一切 在那黑暗迷雾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存在 这是黑暗之路 秦辰一只手触摸上了这黑暗迷雾 目光顿时一年 这黑暗迷雾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竟然是和黑暗之力极其的相似 不对 这就是黑暗之力 只不过这黑暗之力和秦辰藏剑深渊吸收的 黑暗王穴之力不断 似乎是一种融合了别的力量的黑暗之力 给人一种无比纯正的感觉 这里怎么会出现黑暗之力 秦辰心中一惊 黑暗之力是入侵宇宙的最可怕的力量 难道有黑暗一族的强者 进入到这万象神葬深处的混沌星河了吗 若是混沌玉璧就在这里 不行 混沌玉璧绝不能被黑暗一族所得到 秦辰的心中顾不得思虑太多 身形已经是木然地进入到了一片迷雾中 迷雾中仿佛有鬼哭神嚎般的声音响起 一道道鬼哭神嚎的声音不断地涌入秦辰的脑海 竟然是令秦辰的脑海传来阵阵的悬晕 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 进入着黑暗迷雾之中 秦辰整个人就像是陷入了无尽的深渊之中一般 秦辰完全失去了对四周的感知 这股力量的确是有些独特啊 祖龙的声音带着凝重传递而来 这是黑暗之力 秦辰沉声道 黑暗之力 洪荒祖龙以后 洪荒祖龙前辈你不知道 如今的宇宙正处于危机之中 而危机的源头正是来自宇宙外的黑暗势力 这黑暗势力修炼的便是这种黑暗之力 他们利用这种力量捕获魔族 让魔族成为他们的走狗 为他们征战宇宙 秦辰将如今天界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下 来自宇宙外的黑暗势力入侵 蛊惑魔族 洪荒祖龙咒美 我不知道你说的黑暗势力是什么 但是这股力量虽然特殊 但是其中有一股我们这片宇宙的本元气性 不可能 秦辰摇头 黑暗之力射得宇宙天道的排斥和压迫 怎么可能拥有宇宙本元气性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股力量在我看来 的确是拥有一缕宇宙的本元之力 不过现在我只有一道残魂 你有可能是我感知错了 洪荒祖龙只剩下了一道残魂 肉身不在 有些不够缺席 秦辰心中疑惑 但是也知道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 当物知情是先找到混沌玉璧 只是在这黑暗迷雾之中 秦辰完全沉沦在了这儿 几乎是没有丝毫的感知 我就不信 这些黑暗迷雾能够彻底地将混沌本元的气息给遮蔽 秦辰催动脑海中的混沌清廉 顿时秦辰大喜 因为他感知到了在这黑暗迷雾深处 隐约有一股强烈的混沌气息吸引着自己 果然有效 秦辰激动 缓缓地向前 滚滚的黑暗之力萦绕在了秦辰的周身 并且有丝丝缕缕的黑暗气息 缓缓地进入到了秦辰的身体中 这一丝丝的力量被秦辰的黑暗王穴缓缓吸收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秦辰看到眼前的黑暗迷雾滚滚地涌动 秦辰就看到那滚滚涌动的黑暗迷雾之中 出现了一座岛屿 这岛屿空体是晶莹的晶壁 和那记载的有地图的混沌域极起的类似 混沌域壁 洪荒祖龙顿时激动 这一座小岛乃是由大块大块的混沌域凝聚而成 其中必然有混沌域壁 因为只有混沌域壁才能诞生出如此之多的混沌域 混沌域壁定然就在这混沌域岛屿的核心之处 混沌之术 同时秦辰还看到一株萦绕着混沌气息的果树 位于这混沌域岛屿的中央 正是之前秦辰他们看到的 后来进入万象神葬深处的混沌之术 搜索一下 秦辰静直朝着那混沌岛屿掠去 呼呼呼 而就在这一时 这岛屿四周的黑暗之力陡然地涌动了起来 然后秦辰就看到在那无尽的黑暗之中 一道曼妙的身姿若隐若现 思思 秦辰身形一阵 连看过去 这一道曼妙的身影身上涌动着滚滚的黑暗之力 无数的黑暗之力涌入他的身体之中 甚至连秦辰体内的黑暗王穴之力都被受其引动 不对 思思身上为什么会有如此浓郁的黑暗之力呢 秦辰已经眼眸中暴射出来了冷芒 思思什么时候变成了黑暗势力的人了 这种纯净的黑暗一族力量 比秦辰见过的任何一种黑暗之力都要纯净 甚至不弱于他的黑暗王穴之力 轰的一声 秦辰迅速地略向那一道身影 但是当秦辰靠近对方的时候 滚滚的黑暗之力迅速地涌动而来 令秦辰根本无法靠近 冥冥之中 一股可怕的力量正环绕而来 小子 这里有古怪 此人正在猎化某种宝物 先猎化混沌玉璧 洪荒祖龙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不妥 连沉声闹 秦辰凝神看过去 就看到这道身影之上滚滚的光芒涌动 在这女子的身前一股扭动着的黑色光芒笼罩着 深邃欧比 蕴含着无尽可怕的黑暗规则 滚滚的黑暗本源进入到了这个女子的身上 这女子身体中绽放着道道流离光芒 这股力量激起的可怕 给予秦辰强烈的震撼和压迫 走 秦辰目光一冷 当即立断 直接略向了那混沌玉岛 逼近混沌玉岛 滚滚的混沌气息涌动而来 秦辰立刻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震慑 甚至连着混沌玉岛都逼近不了 如何去吸收着混沌玉璧 他探手掠去 滚滚的力量去摄拿着混沌玉岛 但是却是根本摄拿不起来 小子 混沌玉璧不是你如此就能摄拿起来的 若是没有混沌玉璧的认可 就算是本座全胜实习也根本无法摄拿起来 唯有你这造化空间或许还有一定的可能啊 秦辰心中一动 当即催动乾坤造化玉碟 当乾坤造化玉碟催动的时候 轰隆隆远处的混沌玉岛之上 剧烈的震动了起来 哈哈哈哈 人走小子 快加把劲吧 洪荒祖龙大喜 秦辰全力催动着乾坤造化玉碟 当乾坤造化玉碟完全催动的时候 轰隆一声 天崩地裂 整座混沌玉岛都震动起来 被乾坤造化玉碟缓缓的吸引而来 哗啦啦 无数的混沌玉岛上的混沌玉震动着 一颗绽放着混沌本源气息的玉碧飞掠而来 然后进入到了秦辰的乾坤造化玉碟之中 轰隆隆 当这块混沌玉碧进入到秦辰的乾坤造化玉碟中的时候 整个乾坤造化玉碟就忽然轰鸣起来 没有等秦辰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呢 乾坤造化玉碟剧烈的震荡起来 其中的万物世界一下子震动起来 整个乾坤造化玉碟都开始了剧烈的震动 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忆 一道道的混沌本源从混沌玉碧中不断的涌动而出 迅速的融入到了乾坤造化玉碟中的各个角落 乾坤造化玉碟中轰鸣声越来越响 甚至尖细有炸雷响起 小龙 小野和小火吓得赶紧躲藏在了万界魔术之下 动也不敢动 秦辰刚想查看这乾坤造化玉碟是怎么回事 就感觉自己的灵魂还嗡的一声 这瞬间他的灵魂似乎要离体而去 和乾坤造化玉碟中的一切牵连融合在一起 轰响还在继续 秦辰的意识渐渐地从身体中剥离了出去 不等秦辰惊骇采取措施 一个清晰无比的世界出现在了他的意识之中 这个世界似乎是一张白纸 这白纸却需要他去完善然后形成 秦辰下意识地将自己想要的世界想象出来 他刚刚一想到河流 在这个空白的世界中就出现了一条无边无际的河流 河水汹涌澎湃延伸至远处 此事秦辰已经有些明白过来了 再也不去想其余的东西 神识和意识当中 一座座山川一片片的树林 湖泊江河大海冰山雪峰 犹如春笋一般的 渐渐地在这片空白的地方出现 随着他的意识渐渐地延伸出去 宇宙星空日月星辰 也渐渐地在乾坤造化玉碟周围形成 轰隆隆 并且各种法则也出现了 自然衍生而出 一道道法则之力在乾坤造化玉碟之中有无到有的建立 宇宙气息 规则世界的气息也慢慢的充斥了整个宇宙空间 这片混沌世界有雷雨冰雪 有了阴晴圆雀 五行交替有了春夏秋冬 衍生出了白天黑夜再衍生出来了地水火风 这一切一开始还是凭借着秦晨的意识缓缓形成的 可是到了后面则是这个世界自然的形成 没有任何坚断的停息 洪荒祖龙前辈在这里哈哈地大笑 混沌世界那竟然看到了一个混沌世界的诞生 那一道道的规则之力和天地法则秩序 让秦晨渐渐的多了一些明了 他的意识再次的延伸了出去 想要将他的世界扩散得更大 可是当他的神识意识触碰到了乾坤造化玉碟边缘的 那一道模模糊糊的混沌玉碧核心之时 他的石海一阵阵的疼痛 一股股可怕的混沌核心冲入他的脑海 下一刻他再也坚持不住 意志完全空白 见证了乾坤造化玉碟完整形成的整个过程的 小野和小伙他们完全呆之住了 他们清晰地看见了乾坤造化玉碟从一个小世界 形成了蕴含天地大道的浩瀚世界 形成了一个混沌鸿蒙世界 老大开辟了混沌世界 小野倒吸了一口凉气 南南说道 我们也是混沌生灵了 当混沌世界形成的时候 他们身上也环绕了惊人的混沌之力 这是这个混沌世界的鸿蒙世界 小龙此时也反应了过来 他巴搭了一下嘴巴 似乎在回味着世界开辟的过程 他比小野和小伙他们更加接近变形 轰的一声 小龙竟然是在混沌世界成形的一瞬间 开始缓缓地蜕变起来 开始往真龙蜕变 小野和小伙他们激动不已 他们见证了这个混沌世界的开辟 他们不仅仅是鸿蒙生灵 还可以拥有着一种开天辟地的身体 轰龙的一声 滚滚地混沌开辟 混沌玉璧融入到了天地 形成了一片浩瀚涌结的世界 这种恐怖的混沌本源之力 令得乾坤造化雨蝶中的所有生灵 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蜕变 轰的一声 一头真龙翱翔天气 这是小龙 身上滚滚的真龙之微涌动 他的龙魂已经觉醒了 此际混沌本源令他的肉身 在以惊人的速度蜕变 化身真龙 滚滚地洪荒龙微在他的身上绽放 宛若是龙神一般 小野和小伙他们身上混沌气息涌动 一个个也都发生了蜕变 一种气质 从他们的身体中潜移默化的改变 这是鸿蒙气息 是宇宙开天辟地 是一个世界诞生时的初之力 也是一片天地之间最强大的力量 如果洪荒祖龙如同罗侯魔祖 在远古时代 在宇宙开辟之时 他们从混沌之中走出来 从鸿蒙之中苏醒 承载了天命 成就了今后无数生灵都无法到达的境界 因为他们是太初生灵 是宇宙之初 天地之处诞生的存在 而今小龙小乙和小火他们 毕竟也受到了这一股力量的洗礼 诚然 秦陈的乾坤造化玉碟 目前还是无法和宇宙相理的 但是却已经形成了雏形 混沌世界 果然是混沌世界 洪荒祖龙奥立在这乾坤造化玉碟之中 身上滚滚的鸿蒙气息涌动着 仰天大笑着 他眼神前所未有的冷力 前所未有的决人 前所未有的兴奋 和前所未有的激动 亿万年来 他沉沦此地 即便是自己的灵魂缓缓地修复 形成了可怕的灵魂活泼上 在灵魂之力上 远远超越了远古巅峰时期 但是 他却只能被困于此 亿万年来 沉沦在这个强大 却又枯竭的地方 他是无敌 他是永生 灵魂不灭 他便不死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无数个纪元 无数岁月过去 这里成为了一个囚龙 成为了一个囚禁他的牢笼 他是洪荒祖龙 是无上的存在 实际上呢 只是一个悲哀的囚徒 被囚于此 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 而今 他终于是看到了希望 像是在无尽黑暗中 徘徊了许久的旅人 像是一个在大海上 漂泊了许久 找不到暗的孤咒 刺激 他终于是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无尽黑暗中 照耀出来的一线光明 混沌世界 这是一个能承载 他灵魂湖泊的世界 能让他离开这片枯寂的星空 离开这个死寂的世界 无数纪元的估计 今日终于要结束 他心中的狂喜可想而至 轰隆隆的 天空震动 雷声隆隆 地水火风 规则大道 在缓缓地形成 世界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绝非是以措而成 小义和小火身上涌动着鸿蒙气息 他们沉寂在这天地之中 但是很快地便清醒了过来 想起了秦晨 慌忙说道 红黄祖龙前伴 老大好像昏迷了 而且身体好像也不对劲 此时的小火也反应了过来 因为在这混沌世界形成的时候 秦晨的意志 好像是陷入到了沉睡一般 红黄祖龙前伴 怎么回事啊 这事 小火急切地问道 他完全没有了主意 这时候 他也不诋毁红黄祖龙了 一直以来 他都是跟着秦晨的 一旦秦晨出现了问题 他是真的着急了 小义也是慌忙地说道 我想起了个传说 好像是远古 有一个叫旁古的大能 开辟了一个天地之后 就身死到夭了 现在老大也凝聚成了混沌世界 与老大的秀为 是不是有些坚持不住了呀 红黄祖龙前伴 你快想办法呀 小义和小火急得团团转 可是偏偏想不到 一个更好的办法 红黄祖龙这个时候 也从惊喜之中回过山来 感知落在了秦晨的身上 他也感觉到了秦晨的不对劲 他这是圣级快要耗尽了呀 必须赶紧救他 一旦他的圣级耗尽 就算是再顶级的东西 也无法救活他了 圣级耗尽 为什么 小义和小火还在交集地询问 红黄祖龙沉声道 你有没有感觉到乾坤造化雨碟的天地法则 一下子就完善了起来 而且不但是天地法则 甚至宇宙规则也渐渐地在开始完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是秦晨实力不够 却强行开辟了混沌世界 他的自身要融合到天地法则之界 让这法则之力更加完善起来 说完 红黄祖龙不能自己把话说完 一股滚滚的混沌之力 就从他的龙珠之中蔓延了出来 迅速地融入到了 位于这混沌世界中心的混沌玉壁之中 轰隆隆 红黄祖龙身体中的滚滚龙魂之力萦绕而出 滋养着混沌玉壁 这是他在利用自身的力量 来支撑乾坤造化雨碟的形成 秦晨之所以会陷入昏迷 是因为乾坤造化雨碟虽然融入到了混沌玉壁 形成了混沌世界 但是开辟混沌世界所需要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以秦晨的修为根本做不到 这样一来 他的灵魂自然就会陷入沉寂 而现在秦晨的灵魂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步 红黄祖龙是宇宙的太初生灵 他可以利用自身的龙魂中的太初之力 帮助秦晨完善这混沌世界 妈的 这次亏大了 红黄祖龙郁闷地说道 虽然他消耗了自身的太初之力 去维持着混沌世界的形成 可是秦晨身上的生机还是在缓缓地消散 虽然消散的速度慢了许多 但是确实并没有停止 红黄祖龙前辈 这样子似乎不行啊 小乙和小火焦急得不行了 红黄祖龙沉上道 确实不行 我现在虽然阻止了他身体中的生机消耗 但是他本身已经损耗太多 我能想到别的办法了 是什么 小乙和小火不等红黄祖龙把话说完就极切地问他 这方世界的生气 红黄祖龙道 他开辟混沌世界导致自身生机减弱 是因为身体中的力量全都用来融入到了秦晨的肉身之中 但是我们可以将这方世界形成的力量直接进入到他的身体中 令他得到恢复 说完 红黄祖龙当即将自己的一股太初之力 涌入到了秦晨的身体中 轰隆隆 不仅是红黄祖龙 小乙和小火 还有万界魔术 天道神术 以及幽明星河水中的小龙等生物 纷纷释放出了他们在混沌世界中得到的鸿蒙气息 灌输到了秦晨的身体中 翁的一声 虚空之中 秦晨身上陡然涌现出来道道的鸿蒙气息 与此同时秦晨的生机开始缓缓地修复 混沌玉璧化作一道鸿蒙晶石 凝聚在了虚空之中 形成了一股烈日一般 悬浮在乾坤造化玉碟之中 鸿蒙之力进入到了秦晨的身体 秦晨原本枯萎消散的生命气息愈发地厚重了起来 短短时间之后 秦晨就再次恢复了鸿蒙 而万界魔术等物品却是愈发地萎靡 不过在混沌世界之中 它们得到的好处也是非凡的 以后自然会恢复 最郁闷的则是洪荒祖龙了 他几乎将自己的组织力都施展了出来 这可是他亿万年来修炼出来的本源 这次倒是便宜了秦晨了 秦晨身体中 滚滚真龙气息弥漫 真龙虚影浮现 并且这混沌河上空的五锦黑雾 也在秦晨的蜕变之下 进入到了秦晨的身体中 这是黑暗之力 这让洪荒祖龙皱眉 因为他总是感觉这黑暗之力有些不对劲 只是这种时候 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一炷香之后 秦晨睁开了眼睛 他发现自己悬浮在这混沌黑雾之中 滚滚的黑暗之力化作了产茧一般 将他给包裹了下来 一丝丝的黑暗之力不断地进入他的身体内 融合黑暗王穴 并且乾坤造化雨碟之中 无数可怕的力量不断地涌入他的身体 生机不断地滋润他的经脉和灵魂气息 万界魔术和天道神术明显萎靡了不少 小义和小火他们也有些一丝丝的围顿 连洪荒祖龙前辈气息都有一些衰弱 他立即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秦晨赶紧阻止了万界魔术的继续滋润 站起了身 感受到秦晨恢复完全 万界魔术散发出了一种愉悦的气息 最近疯狂地吸收着周围的混沌气息 人族的小子你总算醒了 洪荒祖龙笑着他 老大你醒了 小义和小火也是激动地喊道 不过他们太累了 说完这句话就立刻陷入到了沉睡中 秦晨心中充满了感动 他能感受到小义和小火他们的生机变得十分的微弱 损伤了许多 如果他还不苏醒的话 小义和小火还有小龙他们甚至都要陨落 秦晨这时才感受到了自己开辟的世界 在世界开辟的时候 他感受到了天地成形的过程 对大道和法则有了全新的理解 比如空间法则 空间法则他原本就掌握了不少 也是他最顶级的法则之一 但是在混沌世界形成的瞬间 因为对空间法则的形成 重新感悟了一遍 此时他的空间法则 掌握和各种神通更加的得心应手 甚至秦晨隐约的有一种掌握到了瞬移的感觉 虽然这只是一种感觉 但是秦晨能感觉到 如果他真的愿意催动 只要给他时间 他一定能够掌握瞬移 不过秦晨没有继续去感悟太多 混沌世界形成 他得到的收获太多了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收获 都远远比不上乾坤造化玉碟 从小世界升级成为混沌世界的收获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五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994集 至于有多强 以秦晨现在的实力 还根本无法分辨 事实上 别的不说 此远古真龙虚影 竟然能在这灵魂湖泊中生存 本就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须知 这灵魂湖泊 如同是幽冥星河一般 极其的可怕 巅峰帝尊 进入其中 也要顷刻间粉身碎骨 此物能在这湖底生存 必然是非同小可 所以 秦晨表现得很是恭敬 就看到这真龙虚影 凝视着秦晨 冷笑不语 一双看着秦晨的金色眼瞳之中 竟然是闪过了一丝嘲讽之色 真龙族 你小子真的是真龙族吗 你身上涂有真龙之气 真龙之味 真龙之血 却无真龙之魂 你不会以为瞒得住本座吗 你可知本座是谁呀 此言一出 秦晨浑身一阵 心中瞬间沉了下来 秦晨虽然是神魂 演化出了真龙族的模样 但那也只是一种 欺骗一般尊者的手段罢了 在这神秘空间之中 再加上眼前这龙影 绝对是龙族中最顶级的强者 看穿自己的伪装 怕是再简单不过了 秦辈果然火眼金睛 晚辈的确不是真龙族 但是晚辈这真龙之身 也是机缘巧合下演化成功的 从未斩杀过真龙族人 而晚辈身边的小龙 也的确是真龙族的人 秦晨的 心神叹的 你身边这家伙的确有 我真龙族的龙魂 不过应该是我真龙族做了错事 神魂被打入冥界 进入六道轮回转身之后 罪孽之身 虽拥有龙魂 但这等罪孽之身 必须经过无数劫难 才能真正的蜕变成龙神 神魂变异 宠归我真龙族 这真龙虚影 冷冷的 还有这回事 秦晨心中一动 在宇宙中 的确是 也有一种种族 想要化龙难度极高 如鲤鱼化龙 又如那幽冥俱前红龙 原来是做错了事 进入冥界六道轮回之后 变成了这种一种身份 算是赎罪之身 唯有经历万般磨难和蜕变 才能重归龙魏 前辈果然是火焰金睛 晚辈佩服 但不管如何 小龙的确是真龙族 晚辈对真龙族也极有好感 秦晨急忙了 若是前辈没事 可否放晚辈离开 晚辈必然不会再惊扰前辈休息 如果那吸引自己气息的是一个无主之物 秦晨说拿也就拿走了 也算是一场机遇 可谁知道 那吸引自己的黑色珠子 竟然有一个史前的老怪物 秦晨却是一点念头都没有了 现在的秦晨只想离开这 哈哈哈哈 这真龙蓄影哈哈大笑 冷冷地盯着秦晨 你以为本座的灵魂空间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正好 本座沉睡了这么多年 好久没有尝到美味的灵魂了 你们两个既然是我真龙族的麾下 那便将灵魂送给本座吧 前辈 秦晨脸色一变 将灵魂送给对方 这分明是要将他们的灵魂给吞噬啊 怎么 你不愿意 真龙蓄影冷冷地盯着秦晨 实话告诉你 本座乃是宇宙开辟天地鸿蒙之气 所诞生的太初生灵 洪荒祖龙 乃是真龙族真正的老祖 你们有幸能得本族的宠幸 也算是你们这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太初生灵洪荒祖龙 这 秦晨震 不过 让他就这么将自己的灵魂献祭给对方 开什么玩笑 我管你是洪荒祖龙还是洪荒祖虫啊 小龙 走 秦晨一下子惊醒 抱起了身边的小龙拔腿就跑 但是 秦晨身心疑惑 发现自己好像是被困在了原地 眼前这一片虚空之中 却是无法跑出去半分 回头去看洪荒祖龙 却发现对方只是嘲讽着看着自己 想跑 可笑 在本座的灵魂空间 神都无法逃脱 就凭你们 洪荒祖龙张开了血盆大口 愣笑的 乖乖地进入本座口中 你放心 不会有一点痛苦的 这将是你们无数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 再者说 这只是你的一道分魂 你那本体还在暗上 就算是这道分魂损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算是对你冒充我真龙族的惩罚了 秦晨看着那血盆大口 仿佛看到了一个能够吞噬万古世界的黑洞 隐约间似乎还听到了这洪荒祖龙流口水的声音 这一个不知道为什么 秦晨的心莫名的镇定了下来 突然 秦晨脸上的惊慌也消失了 目光一闪 看向了这洪荒祖龙 哎 秦晨突然叹歇了一声 既然前辈这么说了 晚辈若是再逃 也不失去了 还请前辈将晚辈吃了 嗯 算你有些觉悟 那洪荒祖龙高高在上的 既然如此 你别反抗啊 呼的一下 一股无形的力量 笼罩住了秦晨和小龙 就要拉着秦晨和小龙 往那洪荒祖龙的雀盆大口中飞去 但是 秦晨体内的神魂一闪 刚飘起来的身躯 竟然是瞬间落地 同时受到对方洪荒祖龙 威压震慑 无法动态的小龙 也被秦晨带了下来 怎么 你还准备反抗啊 那洪荒祖龙顿时怒了 身上涌动着可怕的祖龙之气 惊天的龙威弥漫开来 小龙顿时是瑟瑟发抖 在这股真龙之气下动弹不得 但是秦晨却是窥然不动 既然被对方识破了 秦晨神魂瞬间化为了人族的模样 对方的祖龙之威 虽然是对他有强烈的压迫感 但是远不如小龙那么强烈 浑然无法动腾的地步 秦晨恭敬了 晚辈不敢 不过晚辈虽然是要死了 可是让晚辈亲自去送死 还是有些做不到的 所以请祖龙前辈 亲自动手下口 哼 既然如此 那本祖就先吃了这小龙项 洪荒祖龙冷喝 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小龙 牵引着小龙往洪荒祖龙口中飞去 但是 秦晨拉着小龙 又一次地将小龙给拉了回来 人类 你在耍我 轰的一声 洪荒祖龙瞬间暴怒 身上的龙鳞震动 毁天灭地般的气息弥漫着 无法形容这一股气息有多可怕 一旦出现在外界 定然是惊天动地 或者是万界无声 又或者是天气泻 地颤抖 不过 秦晨目光一闪 却是笑了 前辈 若是晚辈没猜错 你根本就无法强行吞噬我等吧 秦晨突然冷笑了一声 你 洪荒祖龙震怒无比 吼的一声 他怒吼 但只是在秦晨眼前数十米的地方 无法前进半步 只能够愤怒地伺候 见到洪荒祖龙的举动 秦晨终于是彻底冷静了下来 宁视着四周 他看向四周 只见这里是好一个极其开阔的攻击 方圆不知道有多辽阔 但是远处是一片迷蒙漆黑的空间 看不到尽头 而脚下则是一片平坦的地面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异常 人族小子 你惹怒我了 本族不过是刚刚苏醒 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罢了 你等着 只要本族一苏醒 到时候必将你彻底吞噬 识相的话 就先将我这真龙族弟子 回归他老祖的怀抱 洪荒祖龙冷哼道 否则 本族会让你知晓什么时候回 是吗 秦晨蹲下来 没有理会洪荒祖龙的怒吼 而是用手触摸上了自己所站的地面 这四周的空间一片漆黑 无法识别 但是这站着的地面 秦晨却能轻易触摸他 无论一声 秦晨的手中 一道浩瀚的力量 没入地面之中 但是却是石沉大海 了无音讯 秦晨眉头微皱 接着转化各种力量 但是 无论他利用各种神通法则大道 没入着地面 整个地面都如同是一片虚无的空间一般 没半点动静 人类小子 你以为你能破解本祖的灵魂空间 这是异象天开 一个小小的人村 本祖一口气就能将你化为灰飞 洪荒祖龙嘲讽 秦晨没有理会 继续地催动各种不同的力量 但是 皆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没有回应 突然 秦晨一闪 他的身上 一股神秘的力量苏醒 一个图腾在他的身上浮现 是神帝图腾之力 化作了一道诡异的光芒 融入到了地底之中 轰隆了 对是整个地底之上 一道道诡异的光芒亮了起来 一个个无比奇异的图案 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什么 这股力量是 洪荒祖龙震惊地看着秦晨 想不到你还有这等力量 可惜 他话音未落 秦晨的身上 一道雷光突然绽放了起来 噼里啪啦的 是秦晨的雷霆血脉 滚滚的雷光化作汪洋 迅速地融入到了地面之上 顿时地面之上和四周 空间之中 一道道可怕的图案浮现了出来 这些图案化作了一片神秘的空间 笼罩住了这方天地 雷霆之力 难道这是天雷之力 不对 裁绝神雷 这是裁绝神雷 洪荒祖龙眼中涌现出了无尽的震撼 你体内怎么会拥有裁绝神雷的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秦晨 仿佛看着一个怪物一般 而秦晨看着四周浮现出来的一道道 古朴晦涩 带着洪荒气息的可怕符文 目光一闪 这些符文笼罩住了整片的空间 束缚住了那洪荒祖龙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洪荒祖龙无法扑向自己 将自己吞噬的原因了 秦晨感觉到这洪荒祖龙身上那种仿佛来自邓古洪荒的气息 如果不是被这一方神秘的魂印符文限制住 自己恐怕早就被一口吞噬了 秦晨仔细地凝视了这符文和魂印许久 这图案无比的晦涩 强如秦晨得到了诸多传承 居然无法看透 反而是看久了 有一种头昏眼花脑袋都要炸裂的感觉 这和他第一次看到灵魂湖布 仿佛是见到宇宙起源差点化道的感觉一样 秦晨急忙是松开了力量 让这些图案消散虚空 脑海这才缓缓地清醒了过来 好险 秦晨心中哗然 还好他时刻警惕 不然若是彻底沉浸在这图案之中 不需要那洪荒祖龙动手 自己的神魂就直接在这里粉碎 化为灰飞了 看到秦晨不再分析这图案 洪荒祖龙眼神中居然流露出了一丝失望的身色 本来如果秦晨多看一会儿 秦晨的神魂定然会粉碎 自然也会被他吞噬 小子 你想分析本祖的灵魂空间 别费劲了 以你的实力 就算是想破脑袋也根本不可能离开这里的 洪荒祖龙冷笑了一声说道 身上散发出了叨叨祖龙之气 让小龙无比的惊恐 畏惧地盯着对方 小家伙 给我杀了这小子 本祖直接让你龙魂蜕变化身真龙 洪荒祖龙立刻对着小龙说道 轰的一声 一股可怕的祖龙之气弥漫而来 瞬间湿入小龙的脑海 要解除秦晨对小龙的掌控 嗡的一声 小龙的身上滚滚的真龙之气弥漫 吼的一声 隐约间 秦晨便看到 幽冥聚前红龙的背后 一条真龙虚影浮现了出来 如同要腾空飞升一般 并且秦晨在小龙的灵魂之力中 留下的痕迹也开始松动 像是要被抹除一般 只要本祖解除了他体内的灵魂老印 以他真龙族的身份 定然要听从老祖我的命令 人族的小子 你就等死吧 洪荒祖龙震怒说道 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五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忆 第1995集 不行 秦晨目光一闪 这种时候他绝对不能让小龙给对方控制住 如果小龙被解除灵魂烙印之后 能够恢复自己的神智倒也无所谓了 但是 在这洪荒祖龙的面前 小龙这个幽冥星河中未来的霸主 却是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可见这洪荒祖龙不管之前所说的是真是假 至少对真龙族掌控绝对是不会错的 一旦小龙摆脱自己的控制 定然会被对方掌控 甚至抹杀 绝对不能让小龙落入对方的手中 秦晨冷喝了一声 滚滚的灵魂之力涌入到了小龙的身体中 在反抗洪荒祖龙的控制 人族的小子是本族眼花了还是你太天真了 你竟然想要对抗本族对我真龙族的掌控 虽然本族当初无奈之下将自己困在了这灵魂的空间 但是真龙一族乃是本族的后代 必然听从本族的号令 这是灵魂层次的本能 岂是你能对抗的 汪的一声 洪荒祖龙大笑声中 一丝丝的真龙气息迅速地融入到小龙的身体中 对时 秦晨烙印在了小龙灵魂上的印记在不断地震动 五指儿女 听从你先祖的召唤 让你的灵魂从沉沦中醒来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你的苏醒 因为你是我龙族子女 一道明明的轰鸣之声 在小龙的脑海之中回答 伴随着那祖龙之气进入到小龙的身体中 秦晨顿时惊骇地感知了 小龙灵魂中一股龙魂正在觉醒 吼的一声 滚滚的龙吟之声在天地间回答 本来小龙想要化身红林蛟龙 得到蜕变 必须要数十万年的时间 并且经历无数的痛苦 退壳化龙 他的灵魂才能在这个过程中 觉醒到前世的龙魂之力 可现在 那一股深藏在小龙灵魂深处 被封印了无数年的龙魂之力 竟然是一下子爆发出了 惊天的轰鸣之声响彻天地 滚滚的龙魂之力 在冲击秦晨的印记 这家伙 恐怕真的是真龙族的老族也不一定 秦晨倒吸了一口良情 面色难看 小龙这样的幽名巨前红龙 想要蜕变成真龙 有多困难 秦晨再清楚不过 如鲤鱼画龙 是一种造化 是一种超脱 难度那是极高 但是 在眼前这真龙影子的龙气灌输下 竟然是瞬间 就有龙魂气息 从小龙的身体之中绽放出来 虽然小龙的肉身未曾蜕变 化为真龙 但是他的灵魂却是真真切切地在觉醒 成为真正的龙魂 再加上之前的黑色珠子对自己 以及小龙的吸引 让秦晨明白过来 眼前这一心想要吞噬自己的真龙 极有可能真的是真龙族的老子 甚至是红荒祖龙 给我镇压 秦晨怒吼 他自然不能让小龙被红荒祖龙给控制 哪怕是觉醒了龙魂也行 但是 这红荒祖龙对小龙的吸引力太大了 秦晨烙印在小龙灵魂中的印记 在不断的震展 而就在这时 嗡的一声 小龙体内万界魔术的树枝 陡然绽放出了滚滚气息 一股滔天的魔气 从那万界魔术树枝之中蔓延出来 瞬间进入到了小龙的身体 这股魔气迅速地落在了秦晨的灵魂烙印上 令得原本松动的灵魂烙印再一次地落了下去 有戏 秦晨心中顿时大喜 当初他之所以能奴役小龙 正是因为万界魔术的帮助 现在看到了这一幕 秦晨立刻催动自己本体中的万界魔术之力 滚滚的万界魔术力量 迅速地顺着法则神殿 进入到了秦晨的这一道神魂之中 牢牢地锁定住了小龙 吼的一声 小龙体内龙魂彻底的觉醒 一股真龙之威从小龙的身体中爆发出来 但是哪怕是灵魂转化成为了龙魂 小龙依旧是被秦晨牢牢地奴役 不曾松懈半分 不可能 这是魔族的左术 洪荒祖龙盯着小龙体内的万界魔术嫩枝 简直快疯了 这万界魔术的嫩枝散发着滚滚的气息 虽然是无法和他为敌 但是却阻止了他掌控小龙的灵魂 让他无功而返 你这个人族的臭小子 你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宝物 竟然连魔族的祖树树枝都有啊 洪荒祖龙咆哮出声 顿时滚滚的龙吟瞬间传入秦晨的脑海 震得秦晨连连后退 神魂颤抖 如果是本体在这儿 秦晨一定会吐出一口鲜血来 即便是如此 如此龙吟之声如同崩雷般 在秦晨的脑海响成 让秦晨痛苦的捂着耳朵 叫喊着 这声音太强横了 如果不是这洪荒祖龙 被禁过了绝大多数的力量 光是这一道怒吼 就能将秦晨的神魂 给震得彻底粉碎 此来一声 秦晨的身体中滚滚的雷光涌动 裁决神雷疯狂的涌出 缓缓的缓解了秦晨的痛 小龙这个时候 也从蜕变中清醒过来 他焦急又自责 因为就算是觉醒了龙魂 实力大大提升 他依然是无法对抗眼前的 洪荒祖龙 在那洪荒祖龙的面前 对方就是他的神 根本就无法反抗 我就不信了 秦晨身上涌动起了道道魂光 轰的一声 神魂绽放 经过先前的尝试 秦晨已经明白了 在没有这洪荒祖龙的同意下 想要离开这灵魂空间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能够击败对方 洪荒祖龙感觉到秦晨的举动 嘲弄地看着秦晨 小子 你竟然想要跟老祖我打 那是找死 龙爷我一口能吃了你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秦晨木然地抬头 低吼了一声 滚滚的雷光 在他的手中不断地凝聚成形 最终化作了一柄巨大的雷剑 裁绝神雷 洪荒祖龙目光一鸣 冷冷地盯着秦晨 如果是禁锢在这灵魂空间之前 秦晨身上的这点裁绝神雷 根本伤不到他 但是现在 他被困在了灵魂空间里 无数个纪元 已经是十分虚弱了 真要面对裁绝神雷 他也有些心虚 裁绝神雷的来历 身为洪荒祖龙 自然知晓不少 哪怕是他当年全盛时期 也不敢和裁绝神雷的主人叫板 更何况现在这种 灵魂被禁锢的残存状态 好在他也看出了秦晨身上的裁绝神雷并不强大 似乎不曾完全觉醒 极其的微弱 这人族小子身上竟然拥有裁绝神雷 难道他是裁绝之主的后代吗 洪荒祖龙眼瞳顿时绽放出来了神光 非但没有恐惧 反而是流露出来了无尽的惊喜 如果本祖能将这小子给吞噬 炼化他体内的裁绝神雷之力 那本祖 洪荒祖龙心中狂喜不宜 裁绝神雷 那可是洪荒时代 无数太初生灵们都不敢轻易冒犯的力量 如果真的能为他得到 那对于他而言将是一场无比巨大的造化 小子来得好 就让本祖见识一下 你体内的裁绝神雷究竟有多可怕 洪荒祖龙咆哮到 身上滚滚的洪荒之气弥漫 混沌的力量冲天 那气势真的太可怕了 如果出现在外界 天地都会震动 万物崩塌 斩 秦晨催动体内的雷霆之力 滚滚雷光涌动 浩瀚的雷光化作雷剑 对着洪荒祖龙悍然地站落下来 不自量力 看到秦晨扑来 洪荒祖龙嘲讽般地冷哼了一声 挥动着燃烧着混沌气息的幼爪派了下去 在悠长的岁月中 他曾经斩杀过的存在不知反击 甚至由宇宙中的通天顶级强者 也有层陨落在他的爪下的 叠血混沌 如今秦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人尊 即便是掌握了一丝裁决神雷之力 他又岂能是有丝毫的惧怕 哪怕他已经被束缚在这里无数的纪元 龙魂强度和洪荒时代远不能比你 但是也不会惧怕区区一个人尊 别说人尊了 就算是帝尊 哪怕是巅峰天尊 在这灵魂空间中 他也丝毫不拒 砰的一声巨响 秦晨手中裁决神雷凝聚的雷剑一剑 劈在了洪荒祖龙的爪子上 轰隆里程 惊天轰鸣响彻 裁决神雷组成的雷剑爆发出了刺目的雷光 劈在了那洪荒祖龙的爪子上 下一刻 无尽的雷光在洪荒祖龙的手爪上 爆发出了惊天的雷害 紧接着 雷剑在一股可怕的混沌龙魂之下 咔嚓一声瞬间轰然粉碎开来 不好 秦晨赶紧的闪避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股滚滚的灵魂之力 融入到了秦晨的身体中 将秦晨砰的一声轰飞了出去 扑斥着一下 秦晨的身体中传来阵阵的炸响 混沌之力在他的身体中炸裂 秦晨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他的神魂像是要碎裂一般 洪荒祖龙灰爪之间 都带着恐怖的龙魂之力 以他的龙魂强度 完全可以摧毁秦晨的灵魂 哇的一声 岸上秦晨闷哼一声 差点没吐出了一口鲜血 灵魂空间内的神魂受伤 他的本体自然也会受伤 所以他才不能让那神魂 被洪荒祖龙给吞噬 更何况 以那洪荒祖龙的实力 真若是神魂被他吞噬 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吓伤呢 说不定啊 这洪荒祖龙能够依靠自己的神魂 转而来夺舍自己的本体 这等来自远古的老怪物 无数个纪元灵魂都不曾泯灭的存在 实力到底有多空 秦晨不敢小看 灵魂空间内 秦晨的神魂单膝跪在地上 滋滋滋 倒倒雷光在秦晨的身上涌动 他的这具神魂像是要崩灭一般 洪荒祖龙的神魂实在是太强大了 秦晨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小龙眼眸寒泪 在秦晨的神魂面前 焦急地爬动着 倒到龙魂之力弥漫而出 要滋养秦晨的神魂 小龙 我没事 秦晨苦笑地勉强说道 此刻他的神魂上到处都是裂纹 重伤得一塌糊涂 差点要当场裂开了 全身就像是被烈火灼烧一般的痛苦 一道道龙魂气息如同是火焰 在灼烧着秦晨的神魂 看到小龙要将自己的龙魂之力夺给自己 秦晨苦笑着摇了摇头 只是盘西在这片空间坐下 开始运转雷霆之力 小子 想不到你的神魂挺坚硬的吗 可惜 你挨了龙野我龙魂一击 要不了多久 龙野我的龙魂之力 就会将你的神魂燃烧殆尽 到时候 你的神魂破碎 只能乖乖地被本祖我吞噬 在死之前 你还有什么遗言没有 洪荒祖龙得意的声音传来 秦晨的神魂挨了洪荒祖龙的遗迹 就像是着火的一般 一点点的在燃烧着 如果不是秦晨体内的裁决神雷之力 可以和这龙魂之力对抗 他的神魂早就已经彻底粉碎了 可即便是如此 秦晨的神魂还是在燃烧 抵挡不了洪荒祖龙的龙魂之力 该死 我不信 不信命 秦晨怒吓 疯狂地运转天魂禁术 轰隆 秦晨的神魂剧烈的震动 响彻惊天轰鸣 滚滚的力量不断地融入到了秦晨的肉身之中 天魂禁术在修复秦晨的神魂之力 并且秦晨还运转神帝图腾之力 一道诡异的图腾出现在了秦晨的头 封锁他的神魂 阻止他的神魂溃散 当然秦晨的本体之中 一道道灵魂之力也灌溉下来 他不能让自己的这道神魂崩溃 被这洪荒祖龙给吞噬 嗡的一声 在这灵魂空间之中 秦晨的神魂在艰难地对抗着龙魂的燃烧和入侵 试图重聚 嗯 这小子 洪荒祖龙见状冷笑了一声 哈哈哈哈 试图修复自己的神魂 可笑 在本祖面前你能修复自己的神魂才怪的 灵魂空间 结果 洪荒祖龙怒吼一声 嗡的一下 顿时 这一方虚空空间之中 无数晦涩复杂的符文和图案 骤然地亮了起来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这一方虚空给禁锢住 通知也禁锢在了 秦晨本体灵魂的传说 四季 秦晨的本体 虽然能和这灵魂空间中的神魂取得联系 却是无法继续地灌输进来新的灵魂之力 失去了和外界的支援 原本能抵抗洪荒祖龙灵魂力量的神魂 顿时开始一点点地瓦解起来 不好 秦晨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 因为他这一道神魂在瓦解的同时 他感受到了这洪荒祖龙的龙魂力量 在入侵自己的这道神魂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996集 该死 秦晨的眼瞳中顿时流露出来了惊恐 果然如他所料的那般 这洪荒祖龙的龙魂竟然是在入侵自己的神魂 一旦自己神魂被对方入侵 那么这一具神魂将不再受自己的控制 必然成为这洪荒祖龙操控 到了那个时候 洪荒祖龙说不定真的能利用这一具神魂 将自己的本体灵魂给掌控 夺舍自己的肉身 秦晨不断地催动本体 试图将灵魂之力灌输过来 阻止洪荒祖龙的入侵 但是没用 这洪荒祖龙控制这方灵魂的空间 完全阻止了外界任何力量的帮助 莫非真的要这洪荒祖龙给吞噬 不 我不甘心 秦晨心中疯狂地怒吼 我还要让陈帝阁变成宇宙最强大的势力 我还要守护家族 保护所有心爱的人 还有千雪 如月 他们都在外面等着我 我还要找回思思 还要找回母亲 母亲 你究竟在哪儿啊 父亲 你究竟是谁 秦晨痛苦的泪落了下来 如同是万一世心一般 那种灼烧的痛苦 让秦晨意识渐渐地磨 看到秦晨痛苦的样子 小龙急得不停地转动 但是他也帮不了秦晨 他虽然觉醒了龙魂之力 但是在这灵魂空间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跟洪荒祖龙对抗 秦晨心中不甘地怒吼 他的内心还有太多太多的觉慮 就在秦晨本体渐渐地要失去 和灵魂湖泊 身处灵魂空间内的一道神魂感知的时候 仿佛感受到了秦晨内心的那种强烈的情绪 秦晨脑海中轰的一声 一本古书出现了 是神秘古书 神秘古书绽放着白光 在秦晨的脑海中嗡嗡地震馋起来 一道道的白光绽放 一股无形的力量迅速地流淌而出 那一丝丝的力量中蕴含着一丝神魂的力量 进入到了秦晨的法则神炼之中 然后沿着法则神炼迅速地来到了黑色的珠子所在的灵魂空间面前 嗡地一下 感受到外界力量的涌入 黑色珠子顿时绽放出了道道黑光 这是灵魂空间在抵抗外界的力量入侵 轰的一声 刹那间 整个灵魂湖泊都震荡起来 水花四溅 波浪凶流 湖底的内部发出了剧烈的隆隆红 天地都好像在震动 在这湖泊边上的其他尊者眼神中都流露出来了惊恐之色 这灵魂湖泊中发生了什么呀 秦晨则是惊喜地感知着脑海中的神秘古术 那黑色珠子绽放出了光芒 根本无法阻止神秘古术的入侵 神秘古术释放出的丝丝神魂力量 迅速地进入到了黑色珠子内的灵魂空间内 然后融合起了秦晨的神魂之中 怎么回事 洪荒祖龙的目光骇然 死死地盯着秦晨 他感受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瞬间穿透了他的灵魂空间 涌入到了那仁祖小子的神魂内 下一刻 那仁祖小子即将被自己龙魂感染 彻底燃烧破碎的神魂 竟然是瞬间重新凝聚 并且 洪荒祖龙感受到了秦晨的灵魂 正在在那神秘的力量的帮助下 吞噬他留在秦晨体内的一丝龙魂之力 之前秦晨神魂受到了创伤 正在一点点的恢复着 不可能 洪荒祖龙惊怒万分 轰轰轰轰 他催动着这灵魂空间 顿时一道道晦涩可怕的图案和符文光芒 不断的绽放而出 试图阻止那神秘力量的进入 可是 没用 那神秘力量根本不受他的灵魂空间的阻止 不可能 洪荒祖龙疯狂的怒号 我的灵魂空间能封锁万界之力 连我自己的灵魂之力都无法离开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啊 洪荒祖龙疯狂的怒号 我的灵魂空间能封锁万界之力 连我自己的灵魂之力都无法离开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啊 洪荒祖龙惊怒 秦晨心中则是惊喜 神秘古书绽放丝丝缕缕的气息 融入秦晨神魂 秦晨的神魂迅速地恢复 并且还将洪荒祖龙那一丝龙魂之力 反向地吞噬进了秦晨自己的神魂之中 壮大秦晨的力量 秦晨的神魂 居然也绽放出了一丝龙魂的气息 又是神秘古书 秦晨心中一动 这神秘古书 每次在他的灵魂有危险的时候 就会出手相助 算上这一次 已经解救过秦晨不知道多少次了 最关键的是 神秘古书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哪怕是裁决神雷 秦晨也是大致有了一些概念 只有这神秘古书 神秘浩瀚 他一次又一次的带给秦晨震撼 恢复神魂 当这一丝神秘古书的力量 彻底融入到秦晨体内的时候 秦晨的灵魂彻底的恢复了 感觉到秦晨的恢复 小龙满心欢喜 他看着秦晨 虽然他只是幽冥 剧前红龙的心态 但是他早已经有了一定的智慧和感情 跟秦晨一路走来 他对秦晨产生了巨大的依赖 也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他不知道那是不是晴 他只知道秦晨是他的主人 绝对不能有事 秦晨抬头 眼眸中绽放出了一道神光 神魂彻底的吞噬了龙魂 短短时间已经恢复到了原有的强度 甚至变得更加的浩瀚和深不可测 在吸收了洪荒祖龙的一丝龙魂之后 秦晨的神魂也是受到了惊人的提升 正常来说 神魂的提升是极其缓慢 但是有了这洪荒祖龙的力量 却让秦晨的神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蜕变 秦晨感觉到自己现在充满了力量 这种提升的速度比秦晨自己修炼灵魂要快上太多太多了 我的灵魂居然被吞噬了 这不可能 洪荒祖龙疯狂地怒吼了 秦晨抬头看着洪荒祖龙冷哼了一声 看来你的龙魂对我无效 我们重新打过 秦晨眼神卓著 如果是思思和千雪他们在这里的话 一定会明白秦晨的心意 秦晨只是想要利用洪荒祖龙锻炼神魂 可是神魂从被击碎到重新凝裂 那会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秦晨真的要这么做吗 秦晨心中的那种固执 其他人不理解 但思思他们一定会理解的 因为秦晨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接着再打呀 秦晨催动体内的裁掘神雷 然后神魂凌空而起 顿时雷光凝聚成了一柄利剑 朝着洪荒祖龙再度扑了过去 这一次我一定要杀了你 洪荒祖龙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挑衅 怒吼了一声 右手炙热的龙魂火焰燃烧而起 一转朝着秦晨的神魂拍了过去 轰的一声巨响 秦晨的神魂再度被洪荒祖龙拍到倒退 出现丝丝的裂纹 滚滚神魂燃烧 比之之前可怕成了数倍 要燃烧他的神魂 将他的神魂烧成灰飞 秦晨的神魂震荡 就像是穿心一般的疼痛 目光虽然有溃散 但是依然是无比的坚定 这难以忍受的痛苦 对秦晨而言是一种魔力 让他的意志更加的坚定 体内天魂禁术不断的运转 道道神秘古术的力量营绕而来 被击碎的神魂又一次地慢慢汇聚 将神魂上残留的龙魂之力吞噬掉 秦晨的神魂再次的凝聚 比刚才又增强了不少 再来 秦晨抬头 微微地冷笑 催动神魂朝着洪荒祖龙扑上来 不 这不可能 洪荒祖龙明显地感觉到 秦晨的神魂得到了不少的提升 神魂虽然被击散 仍然是能够重新凝聚 这重新凝聚的神魂必然会变得虚弱 哪里像是秦晨那样 每次凝聚之后居然都能够提升 这怎么可能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 秦晨居然还在吞噬他的龙魂 他是谁 洪荒祖龙 宇宙开辟 鸿蒙出生 混沌之中诞生的太初生灵 他的灵魂有多可怕 哪怕是人族的至尊都无法吞噬 反而会毁灭自己 可秦晨呢 一个小小的人尊居然能够吞噬他的龙魂 并且利用他的龙魂壮大自己的神魂 他感觉自己智商好像受到了侮辱 这一切都是之前涌入自己灵魂空间的神秘力量 所带来的影响 那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 洪荒祖龙惊怒 宇宙中竟然还有这样的力量 但是眼前的一切又让他不得不相信 看到秦晨神魂扑来 他又不得不还击 要是站在原地挨他 他的神魂也是会受伤的 毕竟秦晨的身上的裁掘神雷威力 虽然不强 但好歹也是裁掘神雷 即便以他洪荒祖龙的身份 也不敢就这么硬扛裁掘神雷的攻击 轰的一声 秦晨的神魂再一次被拍的倒退 神魂破碎 龙魂燃烧 像是要破碎碎裂一般 洪荒祖龙看着眼前的这个无比决绝的人族年轻人 心里不禁有了一丝惬意 他可是明白 神魂被击碎是一种怎样的剧烈痛苦 这个少年居然在短时间内承受了三次这样的痛苦 依然像是一头狼一样 盯着他 让他心里有些发毛 我不相信你能一直忍受这种痛苦 洪荒祖龙不信邪的盯着又一次扑来的秦晨的神魂 挥掌拍去 轰隆里着 秦晨的神魂又一次的被击碎了 连续十多次 神魂震荡 痛苦的痛彻心扉 但是秦晨一直在咬牙坚持着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神魂的变化 神魂每一次击溃一次就会增强几分 除了实力上的提升 神魂的强度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甚至光是这一道分魂都已经是超出了秦晨本体灵魂的强度 并且还带上了真正的龙魂气息 并且是洪荒祖龙的龙魂气息 以后如果秦晨再遇到真灵族 光是释放出洪荒祖龙的龙魂气息 就能彻底的压制同等级的真龙族了 就好像是小龙在这里一样 同等级的真龙族强者 怕是在秦晨的面前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秦晨能感觉到自己的神魂迅速的提升 如果说以前的秦晨的灵魂相当于帝尊级别的话 那么现在秦晨在灵魂强度上 怕是已经超出了巅峰帝尊的层次 以前秦晨的神魂虽强 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彻底的利用神魂对敌 因为神魂战斗的时候 还是很容易震荡受伤的 但是现在 神魂一次又一次的被烘碎又重新凝裂 普通的震荡对于秦晨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如果以后再遇到一些可以施展灵魂攻击的强者 比如当初那克卡拉族的黑衣人帝尊 秦晨根本就无需做什么 就能轻易的抵挡对方的神魂攻击 在一次次撕裂般的痛苦当中 秦晨不断的提升着神魂的强度 秦晨的神魂变得无比的强大起来 洪荒祖龙看向秦晨的眼神带着一丝巨异 因为他感觉到了秦晨的恐怖的提升速度 每次秦晨神魂扑上来 洪荒祖龙都不得不迎战 否则秦晨的裁诀神雷砍下来 他也是会受一些伤的 不过他还是庆幸 秦晨脑海中的神秘古术力量 进入秦晨的神魂之后 只是修复秦晨的神魂力量 并且替秦晨神魂吸收灵魂而已 并未对洪荒祖龙发动进攻 否则以神秘古术的特殊力量 洪荒祖龙能不能抵抗都不一定 而且现在洪荒祖龙 也不敢释放自己的洪荒龙魂气息了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洪荒龙魂 每一次进攻秦晨都无法将秦晨烈花 反而是被秦晨吞噬 成为了秦晨神魂的力量 简直就像是肉包子打狗一样 连续数十次 秦晨终于是有了一种精疲力竭的感觉 秦晨盘息在灵魂空间之中 开始修炼天魂禁术 滋养着自己的神魂 看到秦晨打累了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洪荒祖龙居然有了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这家伙如果继续打下去 他真的有些头疼 虽然秦晨杀不了他 可一直这么挨打 反而被对方一点点的蹭走自己身上的龙魂力量 这种感觉谁都不好受 我说忍祖小子 龙爷我跟你商量个事上吗 洪荒祖龙看着秦晨神魂在那修炼 突然开口道 秦晨懒得理会他 只是在那修炼 我靠 小子 老祖我 这龙爷跟你说话呢 你能不能有点反应啊 知不知道尊老爱佑啊你 洪荒祖龙怒 这他妈什么人 什么事 秦晨睁开了眼睛 瞥了对方 尊老爱佑 如果不是神秘古书的帮助 自己怕是已经被对方给炼化了 还尊老爱佑 你这个老不死的 秦晨的表情让洪荒祖龙气得快要发疯了 不过他还是压抑着怒气 冷冷了 你不是想从龙爷我的灵魂空间中出去吗 龙爷我想想 也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你直接走吧 龙爷我保证不会阻拦你的 不肯我一般见识 秦晨笑了 这洪荒祖龙看来是怕了死心 你这一本有恐怕的要有 你过去死心 你这一本有恐怕的忍不消 自己验